各位好 欢迎继续参考我们的你所不知道西语言 那我们要这次来探讨的就是知情阶段韩式库 然后这个称为叫做西语团队 呃我想大家在这个 如果有使用过 不是如果 你一定有接触过 使用这个Windows的话 应该会看到类似这种画面 那这个画面其实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会发现说是一个特定的程式 就像画面都看到了 它是一个放在Program Files底下的某一个应用程式 那可是你看到的错误讯息其实很有趣 就是说你看这个就说什么呢 就是跟你讲说 某个程式已经中指定做了 然后呢它上面写的是 注意看哦 它上面写的是什么 C++ Long Time Library 所以虽然是某一个程式在执行时期出错 但是呢真正在对话 就是在这个错误的对话框上面 它显示的执行时期是C++ Long Time Library 那如果说你用这样的关键词去搜寻的话 你会发现多非常多这方面的资讯 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得很乱 然后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个又是在我们理解C語言 以及背后的这个背后的机制 那我们过程中其实非常需要非常理解这过程的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这一次讲座的动机 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程式啊 你会看到说像这个你以前在学习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这个可能你的收割教师跟你讲 或者书本上跟你讲 这个main main还是这个是什么 西远程式的进度点 然后你发现第一个叫进度点 第二个呢 这有ARGC跟ARGV 那你以前会学过说 这里面包含说我要传递的这个参数个数啦 以及我怎么从特定的这个ARGV 里面取出我特定的参数 它是以自算形式存在 可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呢 我不晓得你以前学习的怎样 像我以前学习的时候呢 我是一头雾水 我记得我那时候印象深刻 是我那时候大约是国小的时候看到这一本教材 然后那当然那本教材也是从贝尔实验室翻译过来的 你知道比较早期的时候 其实是台湾是没有什么著作权的疑虑的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都是盗版的 那有时候就翻译啊 或是部分翻译 然后就把名字画掉 把那什么商标的东西画掉 改成自己的名字 所以当时读这个书的时候呢 因为本人书本的内容就已经不是很完整 它是某个译者 他截录的翻译 然后更尴尬的地方是说 其实我还是很困扰 就是说 既然这个程式呢 你说的是从面开始执行 那ARGV的内容是怎么获取的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一个系程式 它最后不是会 就是面里面不是会Return 那Return这件事呢 它怎么让作业系统知道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等下会做一个实验 其实Return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等下 可以看到一个数值 那像这样的数值是怎么 怎么要保存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 如果我们去思考 你去查一些Main page 比如说我们来查一个Main page 比如说 AddExit 那你会发现说 像AddExit 这个是规范在什么呢 它其实这个东西规范很早 在C89跟C99的年代 就存在了 然后它也是帕西斯的标准之一 可是 真正让我们会觉得奇怪 比方在这里 你注意看它的说明 它说明什么呢 它说 我可以在底下的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名字叫做Function 那我把Function这个数值 就是它这个Function 会把这个数值带入到哪里 带入AddExit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当我们的 目前的行程 这个Process 要终止的时候呢 可以被呼叫 那这时候呢 就觉得奇怪 就说 你看哦 这东西它就 写得更具体 这里 那 这个东西跟你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程式要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我要Return的时候 这个注册库的函式 可以被执行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 那 我都已经Return了 所以如果说 我是从Main进去的 然后呢 那 我Main已经Return了 那为什么中间可以插一个AddExit 好 这为什么可以在这个 中止阶段 可以 可以 执行注册程式 对 因为它是一个Function Code 它一开始就是 一开始我们就 就已经注册好 再注册好这个Function 对不对 然后才传递一个Function 所以这时候呢 就会觉得奇怪 这样的机制 你知道它的用意 可是问题来了 这件事怎么实做出来 因为 这边也没跟你讲说 什么多执行序啊 什么之类的议题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它就是单工的 那单工 应该怎么做到说 Main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我们注册好的Function 可以被执行 这个我想 很多人心中应该会有这种疑惑 然后 要解答这个疑惑呢 其实你需要非常多的背景知识 当然我们今天这一次讲座 不会 讲这么多细节 但是我希望也是引导大家去思考 这些背后呢 其实有很多学问 其实你 我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去思考 那我们来讲一小段历史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C Long Time C Long Time Library 它的那个缩写层叫CRT 那当然这个CRT 跟那个萤幕CRT 是没有关系的 CRT 然后 事实上呢 你会发现说 C元呢 其实很早就发展了 1972年到1973年 C元编辑就发展了 那你甚至可以在贝尔实验室的 这个网页 可以看到说 相关的一个说明 你看这个早期就在1970年代早期就发展了 然后 甚至呢 在 1973年 UNIS第五版呢 完完全 以西元改写 既然UNIS 这样一个完整的作业系统 它可以用西元改写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 在第五版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什么事呢 表示说西元的编辑 基本上一定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 虽然它不是那么完善 但是基本上它是可用的东西 可是呢 西元一直到1989年 才真正标准化 那你会好奇说 那中间这么漫长时间 这十几年的时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Lensditch呢 它有一份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 它跟你讲说这个西元的意思 那你可以先 跳过这边 比较草创的阶段 还有以及 以及说 什么东西对 西元有很大的影响 比方说Martix 那 假设你先跳过这个 像这个B7PL B1元这些 你可能暂时没那么有兴趣 那没关系 我们先跳过 直接切到 标准化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写很明显 这边提到呢 在1982年开始呢 西元的标准化已经是这样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在更早之前呢 在70年代末期呢 其实KenR 主要KenR不是 Ken Thompson那个K 不是 是这个 Kenny Heng教授 那Kenny Heng教授呢 跟Dan Stitch呢 他在 七年代尾声 他其实他们有撰写 这个KenR 他基本上是一本 一本书籍 那 但是那时候人们发现这件事 就是说 因为西元获得巨大的成功 光靠那本书去规范呢 其实 有很多问题存在 等下 等下我们来思考 那总之呢 在1982年呢 人们就发现说 这件事很 就标准化很重要 但是呢 不是那么顺利 你看到 在1989年才正式把这个规格制定 事实上呢 在1983年呢 从1982年开始 咱们注意到 能不能 很多厂商开始讨论这件事 然后1983年正式开这个会议 这叫X3J11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ANSI的标准 所以为什么 我们又把西元叫做NCC 因为其实1983年 ANSI标准先 先开始讨论 但是最终 批准标准的是什么 是ISO标准 所以这也叫做ISO IEC 9899 1990 因为最终公布的时候是1990 然后 确认时间点是1989 好 那你可以回头看 就是说 中间呢 这十几年时间 从1973年 一直到1989年 中间发生什么事 这也是我们今天 要特别探讨的主题 事实上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在1973年 这个 贝尔实验室这些人 这些前辈们 他们用西元 重写原本用 Ken Thompson 用组合元开发的 这个 这个UNIS系统 然后呢 他们那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把常用的部分独立出来 所以 慢慢演化成呢 我们都知道的这个 STD IO STD LIB 这样的一个 标头档 然后 有意思的地方是 早期呢 这个标头档呢 跟这个什么 标头档跟这个 这个 Rontime Library 其实都是绑在一起的 这怎么说呢 就是说 事实上呢 早期连这个include 这个 这个前置处理器 基本上都不存在 事实上如果你去看这个 早期这个版本 其实它是没有 就是在1972年 73年初的这个 这个版本 其实它是怎样 这个 这个版本 它其实是没有 真正的前置处理器 所以当时 怎么编译程式呢 基本上当时 我把很多 系元的程式板 很好点系档 把它 先合并起来 变一个大的点系档 然后呢 再合并呢 怎么 合并一些工具的程式 所以我们今天 所知道这个 SDD IO.H SDD LIB 以前只是工具 就是当做一个工具程式的部分 然后实作比方说 像Prenef的实作 它就规范在这里面 注意到当时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 里面实作的时候 是 你就可以想到说 它其实没有 真正的一个 Wonetime library 也没有 也没有很完整的link 所以包含说 里面呢 你会想说 Prenef怎么实作的 那可能就是透过 类似写一个组合员程式 去实作出来 那当然以后就慢慢分成 那后来呢 因为西原获得巨大成功 后来有很多 这个西原的这个开发商 那这地方就 就涉入了 然后它 一开始都是依旬传统 所以在西原呢 跟很多城市语言 很不一样的地方 再说它的发展 是依据传统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西原呢 它是在1970年代 那其实 1970代以前 就有好几套 这个变异器 然后等一下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历史故事 其实从1950年代 就有变异器 而且它开发很成熟 那 西原呢 其实是1970年代 所以其实 比它的前辈们 晚了十几二十年 那好玩的地方是说 在早期的城市语言 反而它是会有去 比较早期的城市语言 它其实会有做规范 像Cobot Fortune 然后呢 可是呢 西原发展它其实是有传统 然后大家透过某种文化 所谓的那种 骇客文化 这也是 西原呢 它的发展 注定跟Fortune Cobot 很 好吧 说后来我们听过的像 像这个什么 Java 很大不同是 后面那几个 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元呢 基本上是这样 它是有标准 或者是有 比方说Java 透过一个厂商 扩展一个联盟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西原呢 很长的时间是透过标准 是不是吧 不是透过标准 而是透过传统去做的 那当然这样的问题就很大了 所以呢 所以后来一直到NCC 你可以从1983年一直到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89年 它其实花了很多心力 去把这个东西做 一些相似的规范 然后 所以你可以想说 其中的Library 其他规范非常多 你怎么做初始化 你怎么做例外处理 我想说 处理你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事 好 那么既然提到那么多 呃 程式员不要做Vultran啊 Cobot啊 甚至还有PL1 PL1的可能你不是很清楚 PL1是用在这个Martix 的程式员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Martix 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Martix 基本上它是在1960年代 注意大家那个时间点 1960年代 然后呢 它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分时多工系统 它是多人多工 多核心 当然这边的多核心 跟我们现在讲的多核心 还有点不同 但是就是说 你看那个东西是非常 非常 非常 前瞻的东西 前瞻到 很难去实作出来 然后在好玩的地方 就在这里 它用的程式员 叫做PL1 PL1呢 它是一个非常 呃 非常这个 前卫的程式员 我给大家看一下 PL1 打错 PL1 你找的时候可能会找到 那个 更加这个PL1 你可以看到一些范例 那你可以看到一些范例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写法 其实非常非常高 结 比西元高欧结太多了 好 那我们跳过一些 历史典故 直接给你看那个 给你看它的写法 好 对 等一下看一下 hello怎么写 所以你看这个 用PL1写的话呢 基本上 程式简单好多了 对 要是PL1 表示 procedure 就是某一个程序 那里面说 我要印出一个字 突然叫做hello 甚至呢 你发现什么 它里面还内建的 资料结构叫list 那用西元的同学 都会发现说 那靠文 用西元还写那么久 注意到啊 这是什么年代 1960年代 结果过了十年 西元呢 没有内建list 然后呢 西元里面呢 你看这个写法里面 这个 你虽然第一次看到PL1 对不对 你发现简单多了 那更好用的是这个 我们搜寻字串的程式 所以这个搜寻字串的程式 是什么 给定一个范围 然后干嘛 去找到 找到 有没有匹配的这个 匹配的这个 字串 那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很好玩啊 就是 它这个写法就是一个 就是它就是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的元素去找 然后 所以你看 在这边PL1里面 也没有指标 而且 你算 可能看不是很懂 但是你发现用字潜思 清楚对不对 它可以写叫PROC 也可以写全名叫PROC 也可以写全名叫PROC 对不对 你看看 基本上用的都是 都是一个 比较清楚的那个 英文 那你发现 诶 后面的西元怎么样 竟然退化了 对 没错 所以那个西元 这是一个奇特的语言 它很多东西是 是退化的东西 在 以高界的观点来讲 你甚至可以说 它是P的高界语言 P的组合语言 所以对英语来讲 它就是什么 What you see It's what you get 所以基本上 你会发现很多 西元的程式 基本上可以做到什么 就是看起来是什么样 对你的组合语言 不会差太多 反过来说很多高界语言 它写起来就很 变化就很大 好 那这边呢 就举个例子 就告诉你说 Cobo Fullchain 那这边呢 就有 可以看到说什么 有些关键字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一个程式语言的关键字 一个程式语言保留字 它其实呢 跟它的这个 语言发展有关的 那你可以看到说 Cobo 它的保留字 有Input 跟Printing 大概你猜出来 你觉得什么 跟使用者 从键盘输入自串 还有印出自串 印出某个档的内容有关 对吧 那Fullchain 也有Input 跟对应的这个 输出了 但是这次还可以帮你画 画一些图表 那 可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回想一下 Cobo 的关键字 有输入吗 有输出吗 基本上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很好玩 关键字 跟IO有关 Cobo 关键字呢 基本上会跟你说 不要弄你看 想一下 关键字是什么 CHAR Rot 它跟什么 资料 更好的说法是 物件的什么 物件的保存有关 所以它物件的宽度 所以比方说CHAR 跟你讲说至少一个byte 像Full Full 跟你讲什么 至少四个byte 像这个就是 在西元来讲 关键字跟你讲这件事 办法是什么 Do Full 这跟什么 流程控制有关 或者说Return 这也是流程控制一部分 但注意到这件事跟什么 跟IO 都没关系 对吧 那请问西元的IO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就很有趣 所以事实上 西元 如果要做IO的话 需要透过标准韩式库里面的韩式 或者找特质的替代比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标准环境 比方说像一个什么 像你现在用的桌上写电脑 那它就是 比方说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V9C V9C提供的什么 提供的标准还是酷 或者是说你在手机上 那手机上呢 它可能会有一小部分 比如说它的启动程式 你可能知道这个东西要Bullload Bullload 基本上用什么 有很大比例 还是用西元系的 然后在Bullload里面呢 它的IO怎么处理呢 它一定有一个特质的替代比 好 那这也是西元里面 真的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为了要解释西元 我们来快速看一下一段历史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部影片 就是这部影片是这个 来讲这个程式源 那这边有一个YouTube内容 自己看一下 好 然后它里面就提到这个 人类史上第一个编辑系 好 注意到当时的名字 叫Azio System 然后在1951跟1952年 那它的那个开发者是谁呢 是Grace Harper 那Grace Harper 他后来是在这个 他长期在海军服务 那最高的军衔是转将 然后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你可能知道这个故事 Grace Harper跟那个什么 跟这个Bug Bug的故事 这里有兴趣查一下 好 然后接着来跟他讲一下 就是这个程式源的 程式源的演化 Grace Harper做完Azio之后 是后续有A1 A2 A3 A2 然后呢 后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是B0 B0 B0就是它的B就定位在什么 Business 注意到这个是Business 然后Grace Harper一直强调 希望可以用英文书写的方式去撰写程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底下这边有一个 有个Cobo程式 好 虽然你可能第一次看 但是你大概猜出来 诶 这边什么 也有比较 而且这边比较什么 你大概猜得出来是什么 这个东西跟什么 跟这个商业逻辑管 想说我这个 从个搜据 从个资料查询 去查出什么 编 产品编号A 跟商业编号B 编号A跟B号B 那再来什么 比较这两者有没有相同 如果有的话 跳到就是跳到什么 跳到这个操作4 所以跳到这一行 慢点跳到操作2 那就把A的东西转移到D 所以你看 看到很好玩 这很可能是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这个Cobo 注意到这一段程式不是Cobo程式 是Cobo的前身 就是从这个Vizio 那好玩的地方是 对应的Cobo 写起来大概像这样 其实也不会差异太大 而且里面看到都是合法英文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好玩的地方是 好玩的地方是 后来西元完全不是这个路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 西元走一个很奇特路线 虽然它的 它出现的比Cobo跟Fortune晚 但是西元的开发 它是从一个很经典 所以后来Dance Leach 他也提到一句话 就是西元真的是怎样呢 很古怪 但是又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功 所以注意到 我们学习一个东西 一定要搞懂它背后的思维 西元真的很别扭 你第一次看到语法 有什么intiman 完全跟他的前辈 跟他的十年前的这些前辈 而且注意到Cobo跟Fortune 一推出就获得什么 获得政府 获得军方 政府跟军方一样 就是政府军方产业界的推崇 还有标准化 可是有意思的地方是西元 我刚才提过的 一直到很后面 才这样 才标准化 然后很大比例就是这样 透过一些 一些 一些我们 一些所谓的这种传统 去发展的 好 那接着呢 在解释这个CRT之前 我们再继续看 看看Microsoft文件怎么讲 其实我们都提到这个 都提到这个画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Microsoft 提到什么事情 这边呢有一份文件 这个是少数用 用繁体中文写的文件 你现在看到 看到繁体中文 要觉得很感动 因为这东西快没有了 那这边 写的字很惨 因为它是 用极其繁语 加紧用 因为你知道吗 Microsoft 台湾 做很多 很多事情 但是跟这种 技术文件赚钱 比较没有关系的 就变成说 唉 那就很无奈啊 对不对 唐唐和Microsoft 唐唐Microsoft 台湾 但是跟这些文件 转型没有关 好 现在是用 机器翻译 因为它翻译很别扭 所以我就 我就 摘入一部分 然后把那个顺序 稍微调一下 还是照它的内容写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呢 就提到这个DL 动态连结韩式库 然后在 你所不得的西元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 动态连结韩式库 以资金时期的行为 然后呢 那注意到 我们今天这次讲座呢 跟什么 跟这个 跟 这个地方是有关的 所以你也可以交叉对照 你们去看 那 它提到这个DLL 那 在预设的这个连结器呢 它会去包含什么 就是说你 你只要是指定这个 指定去使用这个动态连结 那 它会 会连结到一个 程式库 这个东西叫VC Longtime 好 然后呢 这个VC Longtime里面包含什么呢 它去怎么去初始化 以及呢 去 中止 就是中止这个 可金档 比如说我程式一个要中止的时候呢 它其实有对应的那个程式版 然后呢 更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VC Longtime里面呢 它其实有提供一个什么 DLL进入点的韩式呼叫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 第一个呢 你的程式 如果用到什么 DLL的时候呢 它会什么 它会去包含 包含这个VC Longtime 进去 所以你看 我来用到DLL 我就会这样 把VC Longtime把它加进来 然后呢 这VC Longtime里面呢 就跟你讲什么 DLL里面呢 这个进入点韩式 所以就要跟你讲个进入点 好 好 然后呢 继续看到什么呢 这有个东西叫DLL的Main CRT Start 好 那当然猜出来这种 跟它起始有关 对吧 那你刚刚里面跟讲的呢 堆叠缓冲区的啊 好 然后呢 还不然说这个东西怎么 怎么输出啊 怎么设定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出现了 诶 有Constructor跟Distructor 所以没错 好 所以我们呢 其实怎样 会有对应的这个Constructor跟Distructor 所以大概猜得出来 诶 该不会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AdExist 这东西跟什么 Constructor跟Distructor有关 你看心里有点点 有点疑惑了 然后呢 这个除了这以外呢 它也会怎样 有个呼叫 拦截韩式的其他方式 诶 这个东西很好玩啊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 INRT NFC 跟ATL 这个 嗯 这个可能要熟悉 比较熟悉Windows的朋友才知道 不过你大概猜得出来 诶 Windows这么多韩式库 诶 诶其实怎样 这东西也是啊 也跟它初始化有关 然后呢 诶 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什么呢 它的 有初始化跟中始的常识 然后它会怎样 去判断它是用静态方式连结 还是用动态方式连结 所以你看这两边有个 也更重要的重点 这边会有个静态连结的CRT 跟动态连结的CRT DL 诶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在 你所不知道的 C元里面的 这个动态连结器的地方 我们讲的是动态连结 但实际上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Microsoft文件 直接告诉你是吧 有动态连结的 跟静态连结的 好 这是很有趣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找 这边呢 就跟你讲什么呢 就是有个东西叫 Universal CRT 然后呢 它里面包含说 一个7199执行磁器的函事库 跟它的对应的这个痊愈的 痊愈的变数 唉 你觉得翻译翻译得很痛苦对不对 如果可以的话 你帮我翻译 帮我改一下这一页 好 那这个 这个是机器翻译翻出来的 唉 再次觉得好难过 我们的Microsoft台湾在干嘛 好 所以各位知道 这个 我们为什么需要 我们为什么要弄这个讲座 有很大比例 也是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 这个 繁体中文 是弱势语言 你可以说繁体中文是正体中文 但是说真的 你去看看我们的这个使用者 对不对 看这个 在什么神州大陆啦 在新加坡啦 反正这些都够加起来 其实它很 很惊人 那其实我们 翻译中文 它就更是弱势 你讲正体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形容词 但是 但是其实说真的 呃 为什么有这个讲座的 事实上说 我们可以 把一些 传统 我们一些传统术语 一些观点 用你我比较熟悉的方式 去 去传递 那甚至呢 也可以让这个 文化 我们的这个繁体中文的文化 可以延续下去 呃 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 但是说真的 没有那么多人 呃 对于这个文化的延续 这么在意 但是 但是你我 作为一个城市开发者 其实 我们的 延续我们的文化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或者 过一段时间 就当有很好的书 你可能已经看不 可能会看不太懂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 来讲话 如果你对上面的描述不深懂的话呢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英文的 上面英文翻译 这个机器翻译 真的翻得很痛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 这篇文章 那这边是 Microsoft Support 那这边用 这边用的吧 用英文写 就清楚一点 好 然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好 先注意看右边的卷奏 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写的还蛮多的 好 然后呢 我刚才有做一些提示 看一下 刚才 诶 所以发现什么事情呢 C Long Time Library 其实是怎样 在Win32的SDK 不许是Windows32的环境 它其实有Libc.lib 然后呢 Libc.mt ,MT是什么 Marketway 然后再什么 C RTDL 好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给动态连结用的 好 然后呢 所以这个 点Lib 最终呢 它会搭配什么 这个 C RTDL 有点DL 好 那这个东西是Windows NT的一部分 好 那这时候很好玩 一个呢 你看这个程式翻成什么 一个 单工 单执行序的 单执行序的 静态连结 好 然后另外什么 多执行序的静态连结 好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多执行序的 动态连结 你说 那这样的排列组合有 有个东西怪怪的 为什么没有 单执行序的 动态连结 好 注意到哈 因为在这个 动态连结的世界来讲话呢 这底层呢 就是这样 就是多功能 好 然后 所以看到一件事 所以这个 这你心中就有个底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 我们在一个程式 在最终的阶段 产生执行党的阶段 其实要看的吧 它是动态连结 还是静态连结 好 这个东西很关键 好 那接着呢 底下呢 它也会继续讲 还记得我们刚才有讲那个DL的面 那所以呢 不得提到这个东西 DL CRT STOP 好 这边有个底线 好 然后呢 这里跟你讲什么呢 它其实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对应的 它要从哪里进入 对吧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所以这边在讲的话呢 其实呢 底下还有很多细节 好 就是呢 其实呢 我们刚才讲那个初始化 我们刚才中文讲那么多初始化 好 但是呢 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其实背后呢 它有东西要考虑 好 我帮你画一个重点 这里 就是 这边呢 你没看到一件事 它跟你讲提到呢 就是 这里有process attach 跟thread attach 所以我们先不管 thread跟process的差异 我们今天不是来解释windows 但是你会发现这边好玩 这边帮你标注别的地方 它其实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浮点数的操作 所以这时候有没有觉得头一点晕呢 对不对 这个浮点数的操作 不就是 不就是比方说 拍啊 或是自然对数这种东西 这东西跟奇异状态有没有关系 这个你心中 应该会有一点满满的困难 对不对 好 这边给你一个提示 为什么这个浮点数的操作呢 这个东西很关键 这时候我们要涉及到一个问题 0除0 请问0除0得多少 这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们在数学上 0除0可以解释一阵子 就是你这个这个 请你翻阅一下你以前学过的书籍 但是呢 在工程上 注意到 在工程上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 我们在0除以呢 它会叫做 not a number 所以在工程上呢 其实这样 它是一个not a number 然后注意到 not a number的引路是在 1985年的i3PO1754里面去规范的 那事实上呢 在我们这个讲座里面呢 有一个数值篇 就是我们的你所不知道西元里面有个数值篇 对 那这个数值系统篇呢 其实也有花一定的篇幅 去跟你介绍这个中间的这个状况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浮点数的运算 就是说呢 其实它需要一些机制 像刚刚提到的 我遇到 那个 那个 NN 好 看它是哪一种层级的 事实上呢 你如果继续看这个标准 你会发现更好玩的一方式 not a number的处理 还会分轻微的 还有严重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处理零的问题 有分轻微的还有严重的 什么叫轻微的跟严重的 我们讲个议题 好 比方说呢 轻微的像是这种 比方说呢 我就是什么 我就是有一个 NN 然后呢 就是 像这样的东西 比方说像这个操作 这个数值 这个很大很大的数 一直 就是 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 我很大很大的数 大的数 乘大的数 再乘大的数 那就 得到正的无穷大 然后呢 很大的一个数 然后呢 因为先乘主后加减嘛 再乘 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数 很大的数 减掉很大的数 最后等于什么呢 注意到 因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已经是 已经是无穷大了 好 那我今天问题就是 其实无穷大 减掉无穷大 是等于多少 千万不能回答是0 注意到 这边不能回答0 这边那东西是 not number 好 所以注意到呢 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不会 让系统 停下运作 它只是会运出结果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是 叫做轻微的 轻微问题 好 可是呢 有一种状况呢 是很严重的 会跟你讲说 抛出这个什么 抛出这个 呃 除以0的错误 好 所以就是那个东西 涉及到什么 像这些 呃 中端处理的 那些机制啊 这种 这种这种状况 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去看 就是0 这个东西 要不要抛出一个 例外状况 一个signal 或者一个exection 好 那所以也会分 有抛出问题的 跟没有抛出问题的 在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数字篇的 注意到哈 这边是不抛出问题的 所以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silence 好 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 默默的 默默的 给你回传一个讯息 但是也可能它是这样 又有这个signal 所以注意到哈 这边讲的东西是什么 跟它的什么 例外处理有关 好 然后注意 后面又有跟讲什么呢 这个 既然呢 这个城市有可能是 呃 有可能是单攻的 或是多次进去的哈 所以它有对应的什么 有些初始化的机制 好 然后一样 这个东西也跟什么 刚才提到的 跟那个福点数的那个操作有关 好 好 那接着你再继续往下看 好 就往下看的时候呢 心中也会有满满的困扰的 好 然后呢 这边又有跟讲那个 西雅体嘛 对不对 然后甚至怎样 会有多个西雅体 好 所以你看这个这个很有趣的啊 就是 再回顾一下哈 我们刚才有提到什么 有分静态连结 动态连结 好 有分单攻跟多攻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系统里面呢 其实有好多个不同的主态 然后你看后面在做的事情 属于看这些啊 那所以你看到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它会有个 这边可以讲配置机体 好 然后呢 这个之后呢 还会怎样 重新配置 或是释放 释放机体 这东西不难懂 然后看这边的东西 好玩啊 这边有个东西叫P-Arrow 好来看一下P-Arrow 这个东西 先来看 先比较急的看内容 应该来看一下它的标准 P-Arrow是C89 C90 其实它这个存在平均很久了 然后在后续的Posts 也有规范 好 然后注意到呢 这边来讲的话呢 有好几个那个 好几个相关的 好 所以比方说这边有ER 好 然后L number 好 好 然后注意到这边是 这个东西呢 跟咨询 就是跟多咨询的情况有关 好 注意到这边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个东西的意义 好 然后呢 既然这东西呢 在C89年代就存在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经典的东西 那它的意思很单纯 对不对 就是印出什么 印出一个系统的错误讯息 好 但是千万不要小分子 这件事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很简单 你应该思考一件事 诶 我有printf就好了 我干嘛要有这个机制 对不对 你应该先问自己这个东西 对啊 我已经有printf了 好 我有fopen fprintf了 这种东西 对不对 那我需要p arrow 好 注意到这东西 认真看这个东西的描述 它的确 它的确 会印出这个错误讯息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周面有个东西 没有看到 有个 就是 它其实会去描述 这个 上次的这个错误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讯息 它跟我们单纯用这个printf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printf呢 它其实可能会怎样 重新导向 所以我们称为叫redirection redirection redirection redirect 叫做std 好 然后你可以去查一些这种资料 对不对 它会就是redirect 好 比方说从这个标准错误 转到标准输出 你可以看到一大堆这种 这种重新导向的一个说明 好 但是请你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printf的这个用意 是不同的 p error用意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使用方式是什么呢 它其实可以去怎么 可以去保存 我的这个错误讯息 所以甚至有个东西叫sistererrorlist 所以注意到 这个跟你平常用这个 印出自串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事实上呢 这个吸引员来讲的话 它让你可以去追踪 到底发生过哪些错误讯息 好 所以事实上是可以去记录的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想一件事 假设这个程式执行到一半crash 好 执行到一半crash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这样 就是说假设我crash的时候呢 一个程式 你会想到假设一个程式 它在crash的时候呢 即将crash的时候 我把这个记忆体内容 把它这样 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呢 我是不是可以 就像去分析一个尸体一样 我们称为叫postmortem 那就是一个分析一个 一个一个尸体 那你就可以 从这个l number 从这个systemerrorlist 去干嘛 去从这个资料 去看到 我到底中间发生什么事 你可以去做这种troubleshooting 好 东西来了 那谁来帮你 配置这些集体空间 肯定要有东西的 所以注意到呢 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点 就是我们等一下 这个西东碳要帮你做这些事 好 除了这以外呢 西东碳还要继续做 好 没有看到这边东西任重道远 而且东西可多了 对 这边就讲到什么 我们先不要骂迪睡 我们先忽略这个 好 然后再来是底下跟那个什么 IO操作有关 好 注意看啊 这一页应该经历都还有更动 我这边帮你画一个重点 就是呢 因为 好 这个dl呢 它会用在什么 多执行序的情况下 所以呢 有些实作会变得很不一样 给你个提示 像刚才讲这个pl 这个系列家族 它的实作呢 在单执行序 跟多执行序 它的行为会有不一样 好 所以注意到哈 它在单工的跟多工的情况下 会有不一样 好 所以对应的这个CRT呢 也要干嘛 也要帮你去考虑这件事 好 好 我们 休息一下 好 那继续来探讨 好 那从这个Microsoft这份文件 其实你会发现说 呃 虽然好像没有很复杂的词汇 也没有好像没有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背后思考的这个议题 其实非常非常多元 所以不要小看说这个CRT 呃 今天不要说它只是一个 资讯师 其实他用到的东西 其实也要跟你 呃 最终的木雕 还有说 呃 你要再排除问题 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为什么要 了解系统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不能把呃 写程式把它当做写作一样 就是写什么散文小说波士 这已经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了 我们今天是来 比方说 现在很多工程师的功能是什么 比方说给你哈利波特 你可以把它比较成 给你哈利波特 给你金庸 挑出里面的错 这个东西多困难啊 对不对 你第一个 你要把哈利波特卡玩 我已经不知道这晚几条 有七集吧 对不对 然后挑出里面的错误 逻辑错误 或者说哪里边还可以再缩减 或是金庸 哇天哪 金庸这么伟大的著作 你要怎么挑出他问题 可是你看 工程师的工作 其实在做这件事 然后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主管没有进入状况的话 他会说 你最后只改了两个字 对不对 比方说删掉两行 删掉两行的字 那两行可能就是一百个 就是一百个字以内 或是可能 可能只是一个什么 可能只是一个判断式 所以从头到尾没有几个字员 那你主管说 你只改两行 为什么花了一个月 花了两个月 对不对 那你说你是不是在混 这时候你就百口莫遍 对不对 因为你说学习要不要时间 观察是不是要时间 做时间是不是要时间 要 可是问题很多主管他不会管你 他是和行数给你钱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是我们现在工程师很大的挑战 我们面对的东西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像这个 对不对 光是手机里面的linus kernel 就超越两千万行了 对不对 卖向 从这个月开始超嗨的 这个月开始linus kernel 卖向 两千三百万 对 你看 那只是kernel而已 你上面还有一大堆user space的城市 对吧 好 那所以 这是我们现在非常大的挑战 你一定要了解 怎么系统 怎么去运作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 你所不到西元的讲座 希望带着大家 去 更细致的去思考 好 那这边呢 有篇文章 可以看到有趣 它跟什么 叫做MSVC跟CRT的恩怨情仇 你看光看这个标题 就觉得很high 这个 说真的就是 我们台湾很多文章 其实写的是真的很好的 就是 算量比较少 但是很多文章 就比较用油 比较生动 好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是 猴子林药 那这个猴子林药的 部落格 可能你要花点时间去找 因为我之前尝试去联系 好像出点问题 那猴子林药上面 它写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包括说 一些城市开发的一些 技巧之类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边讲到这个韩式库 有这个MSVC跟这个CRT 好 然后 所以 台一开始就跟你讲这个 如果你一开始用的是 Lindos啊 Mac啊 反正不是Windows 就可以忽略这个 可是对不起 如果你用Windows的话呢 然后 然后 你就会 就是说如果 你用Windows 但是你用什么 你用那个MingW啊 或者 或是 SickVin这种东西 那这个东西 就会比较简单 就会比较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后面呢 就有很大帮助啊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东西 很简单 因为我们用出来的西语言程式 对不对 可惜性 你要可以在什么 在Linus上 在MacOS上 在什么 Windows上 Windows要看Windows哪一种主态 所以注意到 Windows绝对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平台 这是不对的 Windows是一个作业系统 它是一个商标 这个东西是独一为的 独一为的作业系统 独一为的商标 这没什么问题 可是呢 它里面的主态可是相当的多元 好 那你说 我们学西语言要不要懂这个东西 对不起 还是要 对 因为你不会希望说 你的西语言程式 在某些平台跑不起来吧 好 那所以你看哦 这底下呢 就是怎样 他发现呢 变完程式码呢 会跟你说 某个东西已经定义过了 而且定义内容呢 定义内容很好玩哦 就是 诶 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MAN CRT STAR 对不对 会有这种讯息 注意到哦 他不是一个哦 有一大堆这种错误讯息 然后还有什么跟他冲突的 然后 所以这篇文章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就跟你讲说 这个故事怎么来的 所以其实啊 CRT博士单一的 本本存在 甚至还可以分什么 有履歷史跟debug的版本 然后又可以分出 动态连结跟精态连结 所以你大概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刚才讲 讲的这么一大堆 就是有分什么 动态连结 精态连结 然后更大的地方是 动态连结还分版本 对不对 像这个 MSVCR 对不对 大概猜得出来是吧 就是这个C动态 对不对 然后呢有分低的 跟没有低的 就是 很各自的版本 好 那底下的信息慢慢看 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很复杂 所以你也想 这个东西跟我们写程式有没有关系 有 因为呢我们希望什么 我们的程式 比方说 你看这个有个例子 Lua Lua是一个程式语言 然后它的 它的直译器 就是它的那个 或者讲区拟机器 它的这个语言的直译器 是用西语元系的 然后所以比方说你这个Lua Lua 5.1 那这5.1当然就是说 讲这个Lua的这个 讲这个Lua的版本 但是呢你会发现好玩事情 好玩事情在哪里呢 就是 其实这个东西是什么 因为要涉及到 它是动态连结 静态连结 然后你看 你就要准备这些东西 然后很多说呢 这个会有这些之间的冲突 所以甚至呢 你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能要改动到什么 Lua的西程式 所以如果说你 看过一些像Python Lua 或是这种 Pearl 这种 那你会发现说 他们在跨平台的时候呢 程式码加了很多 跟什么 西语浪漫有关的问题 好 这也是为什么 你在学习西语元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搞懂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写出来的程式 最终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好 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 编译的流程 比如说你有一个程式 叫做Hello.c 那么最终呢 通过编译器 输出个Hello 这个执行档的时候呢 其他中间会经历过这么多过程 对不对 有一个前置处理 然后去展开你的Maker 这种 然后再去看这个语法 然后再把这个 转换成组合员 然后组合员再转换极限 然后 这中间呢 还会跟你讲说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 互交道铺寸在韩式 会提供一些错误讯息 然后最终还会 还有Link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几个步骤呢 不要想看这些事 这个 这个 一个很简单的程式呢 基本上怎么样 基本上都会走过 走过的 所以这个就分几个啦 比如说Compilation 比如说编译 连结 然后 Power Processing 然后再什么 Assemble的阶段 好 然后我们在之前 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蜥蜴员 编译器跟 动态连结篇呢 其实有提到什么 提到 提到 这方面的议题 那 这个地方的 稍微复杂一点 那事实上 光可以看到这个录影 其实也是 有比较多部分 其实我们讲的好 讲了很多次 但是这个讲的很多次都很难 很难讲得清楚 因为说这个中间要顾虑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对 感谢这个网友的支持 这个 这个之前 三年前做的简报 终于有超过三万人次看过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 这里跟你讲什么 就是说 一个原始程式码 到底怎么到二进位的 好 我们来给他看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事实上呢 一个程式呢 从原始程式码 到那个 到真正可以执行 它中间呢 是需要非常多环节 才能办法去 去做的 好 那你看呢 我们最后 假设呢 我们先忽略 忽略编辑 怎么把这个 Hello这个程式 变成Hello这个执行党 好 那我们先来执行它 所以这个有个DUTS 在去 跟你讲目前的搜寻路径 就是搜寻 就是从这个路径 DUTS 从目前的路径开始找 好 执行这个执行党 然后呢 事实上呢 第一个呢 你会接触到一个东西 这叫ES171 这在干嘛呢 就是 这是一个系统呼叫 好 那这个系统呼叫呢 真正的那个 实作的地方 是在Limps Kernel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会出发 就是 这时候呢 会等一下 会从原本的User Space 挑到Kernel Space 它会有个什么 软体中断 然后挑到Kernel Space 好玩的地方 我去验证这个执行党 它是有效的执行党 然后我要针对它 去配置机体 然后你以为这样结束 没有 还有一个动态连结 好 所以大家你说不知道 C元里面有个动态连结片 好 所以事实上 我是有动态连结器 去载入它 对应的韩式库 比方说Libc 好 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Libc里面呢 会有刚才讲 提过的C downtime 所以crt里面呢 会在这里面 好 那crt呢 最终呢 会跳到我们 给定的这个 城市 C元的城市的进入点 好 好 所以你看哦 我们呢 如果一个Hello这样的城市 它是动态连结的话呢 其实你看它涉及到什么事情呢 它涉及到 好 作为系统一定要提供一个机制 比如说一定要一个 系统不掉 能够去这样 去载入一个城市 那载入一个城市的时候呢 作为系统会进行验证 所以这样做一种验证 好 然后它就干嘛 要求这个载入器 去去动态连结器呢 去干嘛 去把这个城市载起来 那载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还没完 还要看说 比方说是动态连结 所以你比方说这个 Libc.so 做很多个不同的行程 都要工作的时候 用了这个Library Long-time library 好 但是呢 这时候还没完 你不是这样载入器呢 因为我们要做一些必要准备 像前面提到的什么 一些stack的处理 一些例外处理 包含说前面提到的服务点数 好 我们要让服务点数的资源呢 能够怎样触发该有的这个 包含说对应的这个例外处理 那这件事呢 很关键对不对 你就是 就是你 一定要 一定要去这个 对应的操作 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有发现整件事的 有点趣味的 好 所以 比方说我们这段程式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它就长这样 好 那我们去编译它 编译 好 那最后得到一个没有错误信息吧 所以讲这个还是好的 正常知情 正常编译了 好 那这时候呢 你什么屁都没看到 当然了 我没有呼叫IO动作 诶 真的吗 好 注意看 我们这边完全没有任何IO 城市 城市乍看起来没有IO 好 但是真的没有IO 好 好 好 看一下 好 在那个unis里面呢 你可以这样写 就是你 你打一个 这个 $跟这个 question mark 好 那 它会回传一个1 为什么会回传1呢 这边有个bit1 好 那可是好玩呢 这个Hello这个程式已经执行完了 那为什么会知道执行的结果 好 这两次啊 这个Hello 它在main 它就只有拧行的数值1 好 可是呢 你看到我这行的1 到底从哪里来的 好 说废话当然从Hello来了 可是Hello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现在Hello这个程式已经结束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这样 是由这个Hello Hello这个程式在结束之前 透过系统呼叫 传递给作为系统 所以呢 事实上呢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好了 所以事实上呢 过程中呢 它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呢 叫做Exit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的Exit 好 它是在目前呼叫Exit的这个行程 去终止它的执行 对吧 好 那真的要思考的地方在哪里啊 思考的地方在这里 好 就是 这个function呢 一旦呼叫的时候呢 它会怎样 会终止目前的程式 好 然后呢 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一个 传回值吗 对不对 好 那注意到呢 这个function很有趣 它没有传回值 好 所以这东西大家注意看到 它的 它没有传回值 好 而且呢 你也 你也拿不到 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程式就停止执行啊 好 好 那但是呢 不代表呢 它不做事 好吗 不代表它不做事哦 来认真看一下它的说明 好 好 这个Exit在呼叫的时候呢 会尝试怎样 会去散后 好 把它们关闭的这个档案 好 比方说这边有提到这个appify description 好 关掉 然后呢 还有一些必要的一些动作 把手把输出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你在这边再搜寻一些什么 搜寻一些return 注意到这个 好 这个东西呢 还要去分什么 还要分 在这个parent跟child 好 那不过我们现在先不管那个东西 好 但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数语叫什么 叫做Exit status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啊 刚才那个e 其实就是所谓的什么 Exit 就是这个 Exit status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当我在呼叫 当我这个指派这个乘一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人去接收man的什么 执行结果 所以他才有办法呼叫刚才那个 Exit这个系统呼叫 好 所以如果说我们该把这个东西改写一下 好 把它改写一下 就是我们把前面的bit 0 好 然后呢 这边5次比1 好 现在新改完的程式长这样 好 所以他的差别已经先5次比1 好 然后 然后 我们这时候呢 去看他的Exit status 很好玩 还是1 虽然呢 你看到 这个东西好玩 虽然呢 你后面有个retending 但是呢 因为呢 因为这个东西呼叫完了 这个 calling process 就是目前这个hello 就这样 就不会再执行下去了 好 所以可以知道一件事呢 如果呢 你的程式呢 是 如果你的程式是直接retend 0的话 就这个版本的话 那 事实上呢 crt也会帮你这样 也会帮你呼叫 就是呼叫 exit 然后代入一个exit status为0 好 会带这个数据 好 那我们刚才在阅读这个main page的时候呢 发现这些是什么呢 他其实还有提到的东西叫 add exit 好 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他的那个说明 他其实 其实 就会讲这件事 但是 其实上面有分这个 有这个底线 exit 跟没有底线 exit 那就分什么 就是 他的差别就是 有没有去处理前面提到这个 add exit 跟on exit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很好 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提到说 像刚才提到这个 add exit 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呢 他也要看到 我用什么方式去离开的 好 所以再回头看 那个add exit 它是什么 它是从正常的 combination 好 所以就是正常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 exit的话 怎样 就是如果是底线 那个exit的话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提到 这个程式的离开 是有很大的学问 程式离开 这学问很大 还要去分 是什么 是有底线的跟没有底线的版本 好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事 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要特别注意呢 我刚刚有给大家一个提示 因为你今天开发程式 是这样 是像这种的 它是个非常复杂的环境 那你 往往是在 没有了解全貌的前提下 去开发程式 注意到 好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关键呢 因为 不然说程式crash 很多时候不是你的错 很多时候是你不叫某个function 或者你用了某某library 然后它就crash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library 可能大家对这个 exit的模式没有搞得很懂 那所以你可能会有些机制 所以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你可以加一点 exit的这种程式去追踪 去追踪说 我这样程式呢 就要结束的时候 它做什么事 或者说你 之后会又通过一些 例外处理的机制呢 去 去 协助你看这个程式的运作 但是关键上是什么 你一定要很了解 它对你的西弱汉都做什么事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刚才讲那么多呢 这东西跟什么 跟西弱汉的介入也是有关的 好 所以你看 再次我们又发现 是西元跟真的跟什么 跟一般很多程式员 真的很不一样 一般很多程式员 就是当中工具 像是这个 你学这个Ruby 学Python 你知道怎么用 那当然在语法上 有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比方说有这个Land 然后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 什么Monkey patch 这种这种机制 可是西元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西元一开始设计 都会满足这个系统程式的需求 所以比方说像作业系统 这种需求 然后构极程式 但是很多东西弄得很细 像西状态这种东西 西元会提供一些规范 我们等一下带着大家看 规格书 它会跟你讲规范 但是它没有很细致的跟你讲说 你非得要怎么 资讯时期这边两个不错 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是跟资讯时期有关 那有些空间可以让你去处理 但是不代表说你就不需要懂 好 错 西元跟讲说哪些东西是规范的 充分规范的 哪些东西是Undefined Behavior 哪些地方是跟实处有关 那是哪些 但是扣在这里以外呢 就是自己要去探索的部分 好 好 所以刚才讲到一个 我们的ExitCode 或者ExitStatus 这个要传递 最大的东西传递给 做的系统的 然后最后这个东西又放了C RTZO 有没有看到这个字 ZO 这GZO我们会再跟大家讲 那所以总之呢 会有一小段程式 就来处理这个 处理什么 你的ExitCode 或者ExitStatus 然后呢 再来什么 另外处理 西元呢 你说西元没有Try跟Catch 没有这个语法 就没有特征的方法 错 西元虽然没有像西加加 或是Java 这种TryCatch 这种东西 其实它也是有EssetChandling 有没有 有 比方说SayJump Don'tJump 这种东西 对吧 好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更麻烦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算术的操作 比方说呢 你的硬体 它如果没有AP用 特别是有接触过迁入式系统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呢 像Aunt的处理器呢 它也是有分有FPU跟没有FPU 但比较新的Aunt的处理器啊 它基本上都已经存在了 但事实上呢 像Aunt来讲的话呢 这个浮点数的这个资源呢 其实有分好几种啊 比方说有分 纯粹用软体做的 然后呢 然后有没有 又有那个 用 用一体做的 然后 所以注意到 你看哦 这边来讲话呢 这Aunt的这个文件 看一下官方文件 然后它跟你讲什么呢 它跟你讲说这里 好 这边提到什么呢 这个 这个 比方说Aunt的这个英理规范呢 是I-74E-754 然后I-74E-754是1985年提的规范 注意到 这种规范呢 一般来说它还会一直在演化 比方说它最近 最近还有在演化 那那个Aunt的话 它是依据这个2008年的规范 但注意到后面还有 那所以呢 比方说呢 比方说你这个 你的什么 四舍五路啊 你怎么舍路啊 你怎么舍 你怎么进入啊 然后再什么 呃 那的Number的处理机制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这Flash to Zero 这个像这种东西啊 就是说你 你的数字处理要怎么做 这个东西其实都有规范 然后这个东西的规范呢 又跟什么 又跟你硬体上有FPU 跟 纯粹软体的 比方说这个Software 用软体的操作有关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东西呢 还会涉及到什么 是软体的浮点 还是硬点浮点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 在你所不知道西原里面 那个什么 数值系统呢 我们就有提到这件事 但是这个浮点数啊 因为它太有趣了 所以我考虑之后再 单独再探讨这个部分 这个浮点数呢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这东西呢 跟我们讲的这个Round Time Library 是有关的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我 编译西原的程式的时候呢 还要考虑到 我这个硬体 最终的硬体本身 有没有浮点数 如果没有浮点数的话 我就要用软体的方式去处理 那你说这个东西 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 要故弄玄虚的 这东西要可好玩的 Vaulting Points 在这个浮点数来讲的话呢 会有这个 我们称为HotVault 跟SoftVault HotVault 它一定要什么 硬体平台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有一个FPU 这个浮点数的印算单元 然后呢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硬体不具备FPU 或者说你写出来程式想要跟什么 你写出来的程式 编写出来的二进位的程式 想要跟没有FPU的环境 就是没有硬体浮点数的环境 也是可以执行 那你可以考虑一个机制叫什么 叫做StopFP 像这个东西 比如说 它可以跟软体的方式去相容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周三种格式 一个纯粹用软体做 我不考虑这个 硬体浮点 然后再次 我处理浮点数的资源的时候 我是跟什么 软体的机制有关 所以我就是传递那些参数的时候 是用通通暂停去传 如果是HotFP的话 它就是说我传递浮点数的时候 是用浮点数特制的暂停器 所以注意到 这边有个东西叫VFP Register Vector Following Point 当然这边讲的是 暗的这个例子 除了暗以外 其实基本上在很多处理器都有 尤其是Risk的处理器 基本上都有这种暗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它有纯粹软体的 有个什么 通用暂停去传递什么浮点数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HotFP 用硬体的浮点数 专用暂停器去传递这个浮点数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跟什么 跟我们讲的系统态是有关的 那如果在 在那个 在 Gnu library 里面 Gnu torture 里面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 G77 Gnu Linux上的这个 开放环境的话 就需要一个东西叫lib gcc 这个lib gcc 这个lib gcc 它故意的东西可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lib gcc 它的作用 好 这个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编译器绝对不是只是把原始程式到0跟1的主要 我们不想讲这句话 因为这个很奇怪 因为 因为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 这个太过度的解释 它其实只让人们更疑惑而已 就是我们今天解释一个东西要是什么 要是层次的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刚刚的 转换成0跟1 不能只有这样 那你要去思考另外一件事 编译器 其实它也要考虑到 它不是只是把它转移基线 它要考虑到 它所在的环境 所以注意 所以事实上 我们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lib gcc 这个lib gcc 叫做low-level long-time library 好 它的存在形式是这样 叫做lib gcc.a 或者叫lib gcc 底线s 然后 然后点so.e 好 那这个东西当然你就猜出来 这是静态的 后面这东西都是动态的 好 然后注意到 这个lib gcc 里面有很多什么 跟硬体有关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种叫做什么 叫做machine 不是 它里面有去规范跟硬体无关的 就是叫machine independence c 但是其他地方是用什么 用组合园去开发的 所以它一定要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跟硬体有关的 一个是直接硬体有关的 甚至多数的时候 用这个硬体的机制去做 用组合园去开发的 然后呢 这里面就有提到像这个 就是说我的服务点数的资源 然后呢 还有什么那些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那些硬点数的一个机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好 那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是什么 这边就是跟刚才提到这个 solve fp 它的服务点数要去支援 那这边的话就是因为考虑到 有些平台它可能没有硬体的服务点数 所以怎么办呢 我在lib gcc 里面就要做一个东西 叫做服务点数模拟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比方说我们做一个东西叫 比方说double两个 一个x 比方说3.0 那y叫做7.0 所以我们把3.0加上7.0 如果是服务点数运算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有个服务点数对应的一个模拟器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的模拟是谁提供的 一样也是什么 lib gcc 去提供的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lib gcc 它扮演角度非常的重大 对吧 好 好 然后 这个 这个我暂时提到这边 那我们之后 在那个 服务点数的地方 我们再 会再继续继续探讨 好 然后呢 再来说什么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一个 这一个简报的时候呢 有提到这个 验证 千万不要小看验证 这个验证执行党 这个后面的学问是很大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讲座 其实我们要让大家去思考 其实最近就是没有多久以前 那我偷看一下 我已经忘记哪个一点开始 这个东西呢 它是显学 就是在 已经不知未来过了五年 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们用的手机 Android 或是Chrome OS 或是类似的作业系统 不然说Mac OS 它的执行党是有签章的 所以注意到 这我们在学习西元来讲的话 这个签章 签章这件事的实作 跟作业系统是怎样 有高度相关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它跟你讲什么呢 这是EF是执行党格式 所以我事实上也这样 我有个签章 还有被验证 好 回去检验 那这边有个东西叫Secure Boot 那Secure Boot 那Secure Boot 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在作业系统的启动来讲 会有很多东西叫Bullload 就是 作业系统 它一般来说 现代的作业系统 它一般来说很庞大 所以呢 你很难的直接 让现在的作业系统启动 而且作业系统 一般来说它可能存在硬碟 或者存在 甚至存在网络上某个地方 所以呢 硬碟来讲 它不能直接存取到那么复杂的东西 它没办法直接把硬碟启动起来 把硬碟里面启动 或者直接去网上去下载某个程式来执行 一般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会需要一个东西叫Bullload 它是一个很小的程式 它提供非常小的功能 所以比方说处理器一启动的时候 就会跳到这个Bullload 那Bullload呢 比方说它先把硬碟 或者把网路设定好 好 网路设定好之后呢 下一步怎么办 把真正的作业系统核心把它下载 或者把它取出来 那因为作业系统核心可能比较庞大 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还是用一个比较小的核心 再找一个比较大的程式部分 所以它是一步接着一步 这样慢慢的运作 我们称为叫Bullstripping 就是像拉鞋带一样 一次大一点 一次大一点 拉起来 好 那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就是叫Squiboot 我们刚刚提到Android 或者Chrome Office 这些东西呢 跟你我距离都不远 你在每天都会用到这些东西 就算你用Apple产品也有类似的那种 类似的那个机制 那这个东西里面就设定要用了一些Squiboot 就是说 因为既然我开机的程式是一关接着一关 那我中间只要有一个环节 被置入有恶意的程式 就是有 怀着 怀着 攻击 或者说带着这种 可能不想攻击你 就是收集 收集你的个人资讯这样 那就是说 它不是 不是这么 不是我们预期的这个程式 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机制呢 叫做Squiboot 一关接着一关去干嘛 去追踪 那你也知道就是说 在这个Enter上呢 或者在iOS上呢 基本上都会有人去探讨说 怎么去追踪这个 怎么去走后门 然后去做系统破坏 所以呢 在这个Linux Kernel 就有个讨论 就是 也不是讨论 实际上就有人做 就是要怎么去验证 验证这个 验证这个执行党 那所以后面你看到 就是有对一个执行党去签章 去加密 然后后面的东西很值得去看 就是说我怎么去验证 不然说它这东西载入到记忆体里面 我怎么确保它是什么 它是有签章过的 你看这个东西还用到什么 下256 用这个 用这个 用下256的那种签章 好 然后呢 甚至可以看到后面有什么 OpenSSL 所以真的对智能党去做签章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小东西 它其实要 程式码 虽然乍看起来 好像没有改很多 但是后面很关键 那注意到 现在连做一些核心本身 也有签章 所以比方说你对那个什么 UEFI 然后那个Signature 所以比方说设计什么 它会有一个 有签章过的那个Signature 然后对 你在启动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问题 你再往上看到说这个东西高达什么 33万笔的搜寻 事实上我们今天用的系统 不然说你我现在用的 每天用的这个系统 基本上就是长这样 它是有涉及到 非常复杂的签章过程 所以请你不要小看 不要小看这个背后的这个签章机制 好 那我们稍微说许一下 好 那我们在 提及这个C-Dontine 的用意之后 那大概可以理解说 其实C-Dontine 一直到 现在 就是说 你看那个GNUTO圈 在整个这个GCC 它其实 在这边还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有很多议题要去探讨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个 ARGC ARGV 对吧 那这个东西 背后的学问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理解 就是 如果你看到一些书这样子写 这个是很显出是错的 然后事实上连这个C++的老爸 好 在他的这个网页呢 其实就是就写了 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很好玩哦 他的网页里面呢 就提到什么 就提到这个 VOIDMAN 好 好 他就提到这个东西了 然后 这个东西呢 它是NUT NUT 就是说 其实怎样 这东西 C++从来就没东西了 而且 C元也没有 就是这根本是这样 根本是东西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帮来说 这个在ISOC++ 还有ISOC的标准 基本上这些东西怎样 都是都是没有的 所以你应该要这样写 比方说这样 没有参数的 没有参数的形式 或者说 有传递参数的形式 好 那接着我们来去想的地方在这里 好 那刚才有提到这个C元规范呢 它就是5.1.2.2.1 好 那就提到这件事 就是说 呃 你的main 应该有什么 要有个回传 而且回传器它是 integer 好 注意到好 一开始就跟你讲这是integer 好 然后呢 你要么就是这样 要么就是没有parameter 或者是两个parameter 好 那两个parameter的话 就是argg 跟argg 那这时候我们要复习一下 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很容易让大家搞混 一个叫argument 一个叫parameter 一个叫parameter 那这个parameter呢 注意到 parameter讲的是什么 是数值 数值本身 好 然后呢 argument是它的什么 形式 好 它的表示式 好 所以就这样啊 好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 如果呢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是数值 好 这边来讲数值 好 就是说这个什么 就是在 在那个 在这个 讲做main 好 互叫这个方权c 好 来讲到f1c 好 那因为f1c呢 它有 它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f1c里面 它是拿到数值 所以我已经拿到a 又拿到b 这是货真价值的数值 好 而且我们之前在这个 这个你所不到c原来讲的指标篇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是吧 c原里面只有什么 call by value 所以它就是传递一个数值的副本 好 注意到 这件事 它传递的东西是数值的副本 好 那所以它这个副本 副本 副本来讲它就是数值 对 就是parameter 这边就是parameter 是数值 但是 传递的形式 所以注意到 我在main里面 呼叫了f1c 我传递两个参数 好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传递了什么 argument 我们再一个是参数 所以 为什么这上面呢 大家回想一下 为什么这东西叫argc 跟argv 因为呢 它是什么 是它传递的形式嘛 我传递了多少个 我传递了 一个 传递了两个 或者没有特别传递 这个东西就是形式 所以形式那几个 那argv的v是什么呢 在电脑里面呢 你会看到很多v 在c原来讲 你会看到很多v 好 这个v呢 一般来说就是指的都是vector 好 除了这个 这边的vector以外 还有什么 比如right 好 呃 这个 叫做这个right 它是一个系统副教 好 那这个 这是right 好 但是它有个东西呢 叫什么 rightv 好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注意到 rightv有很多家族 还有root的v 好 proot的v 好 但是这个有一大堆 好 来看一下它底下形容 这个v呢 就跟你讲什么 它是 就是 叫做rightv 好 它就是 会 会 读写资料进入什么 多个bubble 好 所以注意到哈 这个v呢就是vector 好 他会提到这个什么 它的vector有多大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的 argv的v 是讲这个argument的vector 传递进去的形式 好 所以当然我们这些传递东西是什么 传递东西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f1c 但是这样 更具体一点 我们传递东西是man 这里 所以注意到哈 我传递的形式 好 那parameter是 是传递什么 的数值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比方说你西家家有一个东西叫 parameterized type 好 那就讲出来一个形态 可以当作另外一个形态的查案数 好 所以就说 这个 我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这西家家是 很有趣的 就是 嗯 虽然 在我的这个讲座 不会讲的 就是主角不是西家家 真的偶尔还会提一下 毕竟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好 所以就是 什么叫做parameterized type 好 这个东西啊 它这个形态 可以这样 可以一个形态 可以当作 一个数字 这样进去 所以讲说像这样 list 然后呢 它是 它也是 它也是一个list的形态 但是它有什么 它是由这个 它是真的有个template 包含了好多个integrate 所以 我有一个integrate 好 那我有透过integrate去创造一个list 那这个本身呢 它就是个list type 好 那所以我将来是把integrate这个type integrate 这个形态 带入到list 变成一个什么 新的形态 好 那同理 如果说用double 创造出来的list 跟用integrate 创造list 它是完全这种形态 好 它有什么partial partialtemplate 反正这个东西很奇妙 就是 partialtemplate 好 这个有兴趣 你们能不能看 好 然后这个 注意到 所以你看 这个在这边引用的这个Bitpedia 上面都有根据好数 我讲这个 这个unmature 这个意思 那帮你画重点 那画重点是什么 它就是 数值 有没有 argument的数值 所以argument是形式 好 然后argument传递的数值呢 这叫做perameter 好 那你想一件事啊 就是说上面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用高阶语言 像西线站 相对高阶语言 去写的时候呢 它会有这个100跟200 好 那你知道这个传递两个 两个参数 对不对 你可能只是 不是很懂说 它怎么传的 可是呢 机器本身一定要很懂 所以 机器本身到底怎么传 或者说 我们今天把西线 转换成组合元的时候 它到底怎么实践 是透过暂程去传的呢 透过stack去传的呢 它机体的顺序又怎样 是从 第一个传 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还是 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高到低 第一到高的顺序 好 我们要有规范 所以在你所不知道西线来讲话的 这个 韩式呼叫片 其实就提到什么 提到它这个 这个顺序 这个东西是有规范的 比方说这个 Occation by Netafase 好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这个部分 呃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包含 emvp的宣告 就是除了 在西线规范里来讲话呢 你会发现说 有什么 emvp 好 那emvp的那个宣告 一般来说会在什么 在unis里面出现 他第一次看到的话呢 就是你会看到说 有个东西叫apue ap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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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本书呢 那这本书呢 因为很经典 所以呢 变成说它本身就变成一个什么 本身就变成一个树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apue 就是讲这本书 那看一下这本书在讲什么 这本书呢 就是 它是一个unis环境 但是它其实它不是讲 典型的unis 那其实我们讲的是unis clone 就是说 启发自unis 然后但是后来又做了很多改变 所以发生什么呢 像这个vbsd Venus MacOS Sovaris 然后甚至 就是 这种 还有它的变种 比方说 vbsd的变种 有一个东西叫做 jungleflybsd 那jungleflybsd 那jungleflybsd就是由 vbsd的这个开发者 在 在这个 2004年 4年多 我们就是 focus出来的一个专案 从vbsd focus出来 那我去那边去查一下那个 后面那个 2000年三年的 并且不照的那个典故 好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我们讲这个apue呢 它就是 它是一本 一本书的 一本书的 因为它太经典了 好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如果你看那个apue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说呢 它里面写就是 它写 GLE 然后 所以注意到 这边呢 就提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envp 然后你甚至呢 会看到它的那个 就是 会在书里面 会看到 它的那个宣告的方式 就是这个 那你看 刚才西语言规范 那不是跟你讲说呢 它不是应该只是传 两个参数吗 对不对 2 per amateur 那为什么这时候呢 跑出三个 三个 三个 所以这个东西 有点好玩 好 我们做 我们做一点修改 我们顽皮点 做一点修改 好 我们把这个argb 这样子 形式呢 我把它做一点修改 行这样 好 注意到这个写法 这个 这个写法呢 你把零去掉也是可以的 好 就是 我们想要拿什么呢 好 注意到 我们用指标的指标 注意到这个形式呢 这个形式呢 跟上面这个东西是怎样 是等价的 那只是我们写的这样 写的就是跟你讲说 它的传递方式 那这边是指标 好 然后 这个 由 指向 corrector的指标 构成的 构成的array 好 这边 这边写法是一个subscript 好 那我们今天做一个实验 就是 就是说 我们想要实验一下 上面这个形式 跟下面这个形式 好 还有帮助说 最早你看到这种形式 它中间的观点是哪里 好 好 那我们先来准备好 这样的一个程式 你做完实验就知道 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为什么要这样子写 好 先把它准备好了 我们的 我们档名叫做x 好 好 那我们编译的时候 加一个debug message 好 这个有个解击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用gdb gdb 好 然后呢 我们设定中文点在man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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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信 好 指信的时候 的确就停在我们的中文点man那边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印出来 好 的确呢 这个 argd 这个 它的地址 它地址是这个 这个是它的地址 好 它内容指的是这个 好 好 注意啊 这个是指标的指标 然后指向哪里 指向一个谢绝 好 所以它是 一个pointer 一个pointer to corrector 好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取出来 好 我把这个开头取出来 的确是什么 的确是这个tempX 好 但是我们这边做一点少少调整 就这样 我呢 去定这个东西 好 然后呢 这时候你就有点看不懂 你看 这个东西 就是 这个 好 那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元 这个 这个 slash tmp slash x 这边有 123 4 5 6 123 4 5 6 好 这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这个 后面呢 后面这个 这个东西你就看不太懂 没关系 直接你拿出GDP 好 注意到 上面跟下面的观点 好 如果这样行的话 注意看 如果是这样行的话 好 印出来的东西长这样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第一个元素取出来 好 欸 这时候呢 就好玩了 好来来重新讲一下 整个字有点好玩 这个 好 就是这个印出来的东西长这样 好 但是如果说呢 我们 没有去转型的话 看看会印出什么 欸 是一样东西 好 上面有转型跟没转型 它指向地址是一样的 好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加这个 欸 这个东西 好 所以你看 我们先 对它转型 好 然后呢 我再取幅第一个元素 好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去思考 这两个东西 它的那个地址 有没有不一样 好 你们先看看 上面呢 上面呢不管是 这样子写 还是 这样子写 对 那它的 指向位置是什么 我们看后面刷码好了 438 对 这样子写是438 下面的写法还是438 可是呢 当你这样子写的时候 注意到 啊 当你用个array sub-scruting的时候呢 这件事好玩的啊 你取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是6A1 好 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地址了 好 欸 的确是这样吗 好 再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解读的方法不同了 这个 所以其实 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vector 好 来回想一下数学上vector 是什么 数学上vector是什么 有起点 有终点 好 那所以向量为什么 它就是 有个方向 有个量的 所以这个vector 跟你讲说 它里面有包含几个元素 它可能有一个 两个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有0来讲 至少有没有 至少有一个元素 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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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从0开始 但是它总共有一个元素 对吧 好 那同理就是说 如果它有ARGC是2的话呢 ARGC是2的话呢 我就可以取出第一个元素 也可以取出第二个元素 好 一次类推 好 那但是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注意看这个东西 这东西的学问在这里 我这边有个438 438 在我没有转型的时候 或者说我没有特别写的时候 它就是什么 指标的指标 好 但是呢 如果这样子写的时候 ARGC 其实这件事的意义在哪里 我去印出 好几个字元 好 所以第一个人看得出 这边第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字元 好 第二个呢 它这边又有个字元 好 这边底下又有个字元 但是这边又有个字元 不是字元 字串 所以注意到这边是第一个字串 这边是第二个字串 这边是第三个字串 这边是第四个字串 好 然后所以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 所以这边的Vector ARGC的Vector ARGC ARGV Vector 所以它摆的东西是什么呢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ARGV呢 它摆的东西长什么样呢 就长得就像这个黄米这样 对不对 比如说比方说这有个字串 好 所以它的这个字串的位置是什么 是6A 6A1 那同理呢 这一个字串 这边有个字串 好 那它摆位置是什么 6A8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不会大 好 然后再什么 再是这个字串 所以这个摆的东西在这里 好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做个实验 来 这个摆的东西 好 诶 这是好玩的 如果呢 你硬要把这个东西什么 你看 你写的1 对不对 这个范围量 已经错了 好 但是呢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 然后说我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 印出来 我把这个地址印出来 好 这个就这个 好 那同理呢我也把这个地址印出来 好 所以你看哦 这件事就很有趣味了 大概 看这边就比较重了 所以 这完全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解读 解读一个 解析一个 解析态定的内容 好 所以我们今天Vector 它是这样子去排列的 好 所以我们我们 我们的实验其实是这样 我们其实实验呢 就是去做这事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一项呢 就是说我最后印出来的内容 回想一下 当然印的内容 好 那这个内容呢 其实等一下 其实你如果认真看 它是什么 这个ls cover 对 好 其实这个内容跟我们去 就是 执行那个 creen的env 的内容 其实是一致的 你看哦 我当我去执行这个内容 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 creen的env 好 它第一页一开始也是显示什么 ls cover 所以发现什么 跟我们这边显示这样 根本就一样了吧 对吧 后面太长了 我换行而已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所以其实呢 我们今天写这个 就是 不管你是写这样子 或者是后面再加一个envp呢 它只是额外在传递参数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东西好了 你要在哪里呢 这边就是说 这个x 斜线tempx 是真的这样 真的传递的 后面这些东西是环境列数 然后呢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在额外再加一个perameter 对的 你后面如果再加一个perameter 我就可以把你吗 后面这些东西把它取出来 但是注意到它的写法 它本身也是一个vector 所以注意 所以这件事好玩的要是什么 所以其实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perameter 好 把这个perameter 把它取出来 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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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把程式码 我们想要观察一下执行时期的行为 所以我们把这个程式稍微改写 我们把这个东西加入一个休息 这样休息100秒 睡3秒 好 所以这个程式执行的时候呢 它就会睡100秒 好 然后我们这边执行的时候 给它执行跑背景 可以到这边 跑背景 好 那这些跑背景的时候呢 它的pid就等于7814 好 那在Linux底下好了 可以做成一个很棒的事情 好 然后你可以去看它的commitline 好 好 注意到 当我要求输出commitline的时候 的确是吧 它就这样执行的 好 那不信呢 你可以 不信你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假如说 我们把它 这样子执行 好 然后呢 我们同 我们去印出 7 当然它的pid就不一样 7814 诶 这就是好玩的 好 我们执行的时候是 如果是DOTSage的方式执行 它的commitline就长这样 所以我可以用这件事来判断 它的那个 判断它的 判断它的这个 commitline 然后呢 甚至可以做一个 有趣的处理 然后你做一个symbalink 你把y.inc.x 好 诶 打错字 就这样 把x 就是 把y指向x 建立一个新的令塔 所以我今天执行y的时候呢 就是跟执行x是一样的 对吧 你看这个else 这样的东西 else跟y x跟y怎样 它根本就一样的执行档 可是呢 来看一下这个y 比方说我看一下这个y 比方说我看一下这个y 这个y的话呢 就是这样 nb 所以它就显示 就是显示y 它单是指向 就是我可以从那个 从什么 commitline 就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哪一个人 好 那这个东西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 好 看一下有个东西叫bibibus bibibus bibibus 好 所以它就是它可以用这个很小技巧 就是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 这个东西要干嘛呢 好 看一下 就是 简单说你可以把一堆执行档 就是 讲错了 你可以把一个程式 比方说你这个程式叫bibibus 它可以收入一大堆功能 它可以收入 一大堆 一大堆功能 比如叫bibus 印到else 那我直接从它的什么 从它的commitline cmbline 好 我直接从这个pr 就是prog file system去下 cmbline 去判断它 判断它的那个名字 好 然后去决定我要用什么功能 所以这边看到 它里有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 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 cmbline 好 然后 接着我们去看 好 然后呢 如果我们要看环境变数的话 一块一样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很强大的一般人 好 你看这个东西 好像很多 但是你看到 看到elis color的时候 你看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 你看 这东西写这么多 它整个环境变数就这里 所以这个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 在我们这个过程中呢 好玩不知道在哪里呢 she long time 它也要负责传递 环境变数 好 所以即便呢 我们 只写什么 只写的前两个 好 但是其实呢 我真的传递东西呢 有不安环境变数 好 所以注意到呢 在unis的环境中呢 你可以额外再写这东西 你把环境变数拿出来 但是呢 如果你只写前面这两个 也没关系 好 反正呢 那 表示我 我只 我只接受什么 我的ARGB 但是如果写三个的话 就表示什么 你有这个EMVP 好 反正我在记忆体里面呢 它都是一个什么 它都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排列 好 所以就是你可以找得到 它是一个 前面你的ARGB排完 后面就是我的EMVP 好 EMVP本身又是另外一个Vector 好 所以注意到哈 这个就是在 里面 好 那这边有一篇那个 对外朋友写的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对外朋友的文章 基本上又写不错的 但是讨论一般就是这个 广告很多 好 然后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比如说在这边来讲话 就是 内人韩式 为什么它是这个 很适合 就是程式的 程式的进入点 那 事实上它有一个进入 在unis 在linux上 有个东西叫做 笔线start 好 那这个东西是由这个 GWC指定的 好 然后 比方说呢 你如果用这个 GCC 编译的时候 指定这个 no standard library 就跟你讲说 我编译的时候 不要用到standard library 那它里面就会 link的时候 注意到 LD的时候 找不到这个 symbol 所以注意到 标准还是库里面 一定有这个 底线start 这个 symbol 所以注意到 这个 编译是找这个start 意思 底线start 而不是找man 然后呢 这个东西在哪里去实作出来呢 其实它是这样 它大概是好像这样 所以就是 它会帮你说 我们其实怎么去裁定 注意到 这当然是shudo code 就是 其实当然是假的词词吧 就是我的总量 我的 argument count 然后再来什么 你的vector 然后呢 接着呢 注意到 这个东西好不好 接着会有个东西 叫libacy starman 那你的man 它就当做一个什么 function pointer 去带进去 ARGC ARGD 然后帮你做后面的 后面我们要传递 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传递 那上面这段shudo code 它就对应到底下这段 这段 机械 这段组合语言 所以事实上 这个我们刚才讲那么多东西 当然 这个注意到 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实际上 像我们刚才提到 Windows的case 还要考虑到单工 多执行序 以及什么 以及动态的 静态的这种连结 所以注意到 它这个东西是有 是有些考量的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继续探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 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 以Linus搭配 GWC 所谓的 GNU Linux 那在GNU Linux上呢 就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还有一些 比较细节的部分 请你自己 尘照一下 就是跟你讲说了 中间要哪些 操 操 操作 那 这个东西无外估 都跟这个 记忆体配置有关 然后都跟这个 呃 后续要对哪些操作有关 那 这边 这边 举的例子都还是很 很基本的 那我们在后面会有一个 更详细的一个用法 好 好 然后 注意到呢 这边呢 有个attribute 这个attribute是 呃 GCC的extension 然后 这边会什么呢 这个就是 它会去标注 哪一段程式码 要在main之前 要去执行 所以注意到 虽然这是一个function 但是它变标个attribute 所以就是这样 它会在什么 在main之前 就会执行 好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叫destructor 顾名师就刚好点 定了过来 会在main 之后 所以一个是一前一后 所以constructor 在main之前 然后这return点的时候 会在之后 所以就让我们去标 这样的属性 然后呢 这个 底下就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怎么 怎么去执行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add exit 这边也有跟你解释 它的这个 运作机制 好 那这边有些细节 请你自己参照一下 好 那接着我们来跟大家探讨说 这个 Gnu拓劝 整个这个编译流程 快速给大家记一下 这是GCC 的全名 不是Gnu C Compiler 叫做Gnu Compiler Collection 所以这个 就是什么 这是 它是一个集合 编译器的集合 Collection 然后再来是 s 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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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Link 鎖写到LD 然后GDP是Gnu Debugg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示意图 这边呢 跟讲说 原始程式码 然后GCC 应该说 GCC 里面的 这个 纯粹的C编译器 把点C檔 变成点S檔 就变成Assembly 然后呢 As再把Assembly 变成Object File 然后这边有东西 要解释一下 就是说这个 呃 你会看到有Coff的格式 COF的格式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 已经被 被取代了 那 现在在用的话 是那个 EF格式 那Coff在哪里还会用到呢 比方说这个 Windows P 如果你找的话呢 它也就是 Windows的话 有一个 指向格式叫PE 那声音也叫PE Coff 然后 这个东西是有这个 很 很复杂的历史渊源 那不过你可以 先记结论 结论就是 你只要使用EF就对 因为EF是在取代Coff 好 然后 接着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教材 这个教材 这个超棒的 有强烈建议 大家一定要去看 它的名字叫 Compute Science from the bottom-up 顾名实际就是 就是跟你讲说 这个 从 地称一路去看 这个 电脑科学的 这些原理 那这边 主角就在讲这个C原 然后 这个东西编秀了一阵子 那这边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跟你讲很多概念 讲的 它也是UNIS跟那个C原的概念 就是说 在UNIS 或者以类似UNIS系统 每个东西都是档案 所以不管是操作荧幕 操作键盘 操作仪表机 操作光阶机 都是 都是档案的读 在写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是在1970年代 Everything is a file 是UNIS的一个设计哲学 好 然后 再来是跟你讲说 既然讲到档案 还要怎么用啊 好 还有帮你说 像这个提到一些数字表示式 像这个东西都 很经典 对吧 那这个东西 画底就很 它其实就做得非常好 那真的很值得大家来看 帮你说这个什么 看那个 B-max的用法 好 那再来是 再来是跟你讲说什么 电脑的架构啊 然后作业系统啊 租谁啊 这个有非常多细节 这个很值得去大家看 那这里呢 我们要带着大家看的地方 是什么呢 我想带着大家看的地方是 帮你拖券跟Library的部分 好 那 这边呢 就是 这一段很好玩 就是这个教材比较有 还蛮有趣的 它其实写的 很多元啊 我想这个你看系统的文件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发现 怎么这一块又重复出现 那一块又重复出现 但是这个 这一块跟那一块好像没有 好像想不出什么观点 那 那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参加这次的讲座 但是你可能有点失落 对不对 反正我讲起来 也是这边那一块 这边 这边一块那边一块 对不对 这个系统软件常会遇到 遇到这种状况 因为很多东西是缓缓相扣的 有点像 瞎子摸相 就有人就是摸到鼻子 有人就是摸到什么 摸到尾巴 然后有些人就摸到脚 当然有些人站在大象肚子下面 但是什么屁都摸不到 因为你不够高 所以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障碍 就是它的 哎呀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 这么多元 所以你有时候看的时候会觉得奇怪 比方在这边跟你讲alignment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有个地方还有更多的解释 我们这个 在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里面呢 我们有这个 就是有 记忆管理啊 还有对齐 以及相关的硬特性 在这方面会讲的更细致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 你所不知道西元 其实 它不是单 单独的教材 它其实是 搭配这些 丰富的教材 当然去解读 导览的 然后呢 总之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跟你讲什么 就是跟你讲这个编译 那其实编译东西 没那么单纯 其实 一个结构体 最后 最终它 还是要考虑到什么 它到底怎么去排列 有分的 unline unline 所以你要不要小看这件事 像底下 这段程式码 它程式码有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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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CHR 一个 integer 但是它最后 最后编译的时候呢 会考虑到有alignment 会把它变成这样 所以注意到 它其实 甚至还要考虑到 甚至还要考虑到什么 跟catch line catch line的size有关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怎样 这是考虑到效率问题 好 好 然后 再来是 再来是我们来讲我们的重头戏了 重头戏 我们的 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那个link 所以事实上呢 你会发现一个好玩的地方 是什么 是说 我们看起来 我们在解释什么 我们在看起来 在解释这个 资讯师期的函事库 对吧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 这一次讲座的这个重点 但是呢 你会发现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 我们 这次的讲座 好 虽然在讲这个 cron time 但是呢 其实 真正哪里方在linking 好 然后 那这边 快速讲一下一些linking的概念 比方这边有个例子 好 那这个例子呢 就是一个 嗯 实际程式的运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 有点 有点无聊对吧 就是 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 里面有个main 好 不加个function 好 那function呢 里面就是 有这个数字 好 然后呢 接着你在 这是其中一个 一个档案 好 那在我们 我们之前讲那个 你所不知道西元里面的编辑器偏离 我们有跟他 编辑器跟最佳化原理 我们有跟他讲 这编辑一个点细档 底下另外的点细档 我们称为 各字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compilation unit 也就是说 这一个程式的编辑的过程的时候 跟底下这个程式的编辑过程 彼此是不会干倒的 好 但是最终 Linker 我要把这样 要把这两个东西串起来 好 串起来的地方呢 就 就蛮重要的 好 然后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是一个示范 跟你讲说 它就从原始程式码 然后变成这个 Assembling 可以讲说有没有 Function.c 或是Function.s 对应的组合原理 好 那么来看一下真正的哪个地方 在这里 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 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会去把它符号印出来 好 所以比方说呢 这边一个Hello Hello 来讲的话呢 这边有个 它用到Function 名字叫做Function Function 对 好 那 但是这边好的地方是 它会去标什么 标东西是未定义的 好 那同理呢 刚才记得吧 C状态里面呢 在这里有什么 有个Exit 好 这边我们就 结束 然后这边也是Undefined 所以在Exit 这边没有定义 然后 那在Function.c 所编译出来的Function.o 好 那这边就有Function 所以这时候它就不是Undefined 对不对 所以注意到这边就是有什么 这是有编号的 这是有编号的 那所以最终呢 Linker在做什么事情呢 Linker就是把这两个东西把它拼起来 然后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GCC编译的时候呢 可以加个-b 就是我们编译的时候 先像这样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可以 把那个东西拿掉 简单一点 好 我们再编译 然后实际上你可以加一个-b Vubus 那你会发现很好玩啊 这个中间就有很多内容啦 我们稍微看一下 当你在打GCC-b的时候呢 最大 加了一个这个参数呢 其实后面就印出一大堆了 那这个 在 不只在linux 应该说在 unis 以及 unis 相似的作业系统里面 都会有这个样的特性 什么特性 不然linux 各个特性 就是它会想办法让你看到很多细节 所以比方说 你加一个-b 这个Vubus 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突然冒出好多细节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就很好玩啊 你看哦 这边就讲说它会跟你讲 那个target 你的target 是X864 64位的linux 然后呢 甚至可以这样说 甚至好玩的就是 你会发现 这边的GCC怎么编译的 这边编译的 支援的语言有C语言 Ada语言 C++ Go 然后这边没有听过的语言 B语言 Fortune Object2C Object2C C++ 好 底下是GCC的编译 然后呢 他还有说 X3 跟讲说 他这边来讲话就很显然 他就支援多支援续的 好 那好文章在这里哦 那这边呢 就跟讲什么呢 这边就跟讲说 他的 他的一些参数 好 那其中呢 这一长串 好复杂的是一长串哦 你会发现 这就很好玩哦 他其实这一长串呢 你大概从这边看 诶 看他好像有看过的东西 对不对 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里面 我们有一篇对不对 就在讲 在讲这个 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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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连结嘛 然后呢 诶 你发现这边东西很好玩哦 这边有CRT 可是这边好多CRT 你们再看一次哦 你第一次看到这个CRT 有没有 有CRT的end 好 CRT的结束 好 然后呢 这边有CRT的n 好 然后呢 如果你再继续找的话呢 甚至可以找到CRT的嘛 就是可以 可以 我们把它输出一下 好 把它转到 然后你找CRT 好 那你看哦 这边有个什么 CRT的 这边有CRT1 好 然后呢 再有CRT I CRT Begin X CRT Add X 然后后面还有CRTn 好 所以你发现好玩的事情是什么 CRT本身 至少以GCC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分成好几个部分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不是只有Microsoft的CRT 好多种 事实上 GCC的CRT是分好几个部分 而且这几个CRT呢 它的顺序很重要 注意到 这个细节我不打算跟大家讲 但是给你一个提示 它的顺序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 会有CRT的Begin 会有CRT End 然后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再去查 然后你去查CRT Begin 然后再加Android 然后呢 你就发现什么 基本上会有好多人在讨论这些事 然后甚至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Android 讨论这个CRT Begin 然后什么CRT Begin Dynamic 反正出现这些东西 那你就发现说 这个东西又跟什么 跟它是动态连结 和静态连结有关 那再给大家一个提示 因为Android火红之后呢 很多人会等下花很多心思去探讨 Android的程式码 来讨论Linus的运作 尤其对岸很多文章 这是好事 就是关注的人变得多 所以以前Linus 关注的人可能是这样 Android出来之后 关注的人忽然爆冲 可能爆冲了50倍 或者更多倍可能都有 然后这件事好玩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就可以讨论 但是注意到 有些人讨论的方式是有点问题的 有些猜测 或者是一些Boss的资料 毕竟这些东西改单改的很快 然后这个C runtime 你可以在网上去查 就是找这个 可以找这种关键字 可以找CRT 然后找Android 不是这个C runtime 是这个CRT C runtime 或是打CRT0 这样也可以去找 这边可以找到很多说明 那这边的说明就写蛮多的 什么CRT0 V I 这种东西 就跟你讲其他的相关的描述 然后 这边就是要注意到 就是说 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连结的时候 其实这样 就是会强力这些层次进去 所以大概知道一件事 GCC GCC我们称为叫做Compiler Driver 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单一的层次而已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Compiler Driver 它其实包含好几个环节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Compiler GCC实在是一个 它包含很多个人 有Compiler 有Assembly 有Linked 然后注意到这一段讯息 它是叫做Collect Collect Tool 那Collect Tool是什么呢 它把一大堆需要传递的参数 它是要传递的参数很多 我再把它传递给Linked 所以注意到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什么 也是GCC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然后注意到这边来讲的话 这一片跟你讲到一件事 这边有个东西叫Stack Group 跟End Group 所以你看 还记得我们刚才有提到Lib GCC Lib GCC的连结就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Lib GCC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叫Lib GCC EH 在GCC里面来讲的话 EH是什么东西呢 EH就是表示Exception Handling GCC EH Exception Handling 然后 然后 再来是 所以注意到 这边就是一个Group 所以表示说 我这边 来讲话 这边的符号 这边符号 会有些 顺序问题 这个 我不打算讲内容 反正就是说 这边连结的时候 会有个参照的符号顺序问题 那后面就是我们的那个C-Done Time 所以看 这边有CRD Begin 这边有CRD End 然后这边有CRD End 所以这边跟你讲是 他有各自的那什么 各自的那个C-Done Time 好 然后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他就跟你讲 请仔细看一下 这边 这边 这个讲了一个 底线 Start 对不对 这就跟你讲这件事 所以请你参照一下这边的描述 好 好 好 然后 接着呢 这就跟你讲说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 他的用途啦 有那个 有 有 Begin啊 End啊 这种东西 好 好 然后 再来是 就是 那再来是就是说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要考虑东西真的还 还蛮多的 你要对那个 连结有足够的概念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 嗯 Library 这些Library 到底是怎么 怎么处理的 好 所以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在那个 GCC-B的时候呢 就有考虑到这个 就有考虑到 这些 这些E 对 然后 其实呢 中间就有一些什么 好玩的地方在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背后的 魔法 然后呢 那这边就有分这个 静态连结 动态连结啦 好 然后 注意到一件事呢 学问在哪里呢 学问在 后面的东西 好 那这边有跟你讲那个 EF 好 请你自己慢慢看这个部分 那EF呢 讲话呢 就有很多各自的section 但是我们要讲地方是这个 Link Script 然后在这个 因为呢 Link本身 像你可以看到说 像我刚才要传递那么多 画面中这么多 这个参数 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传递给Link本身呢 本身就是一个语言 再讲一次 Link 你好像觉得只是把很多object file 整合起来 但是因为 它中间描述很复杂 所以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 它需要一个专属的程式语言 注意到 专属的程式语言 去 告诉Link说我要怎么运作 所以Link Script 你可以想象说 它就是 就是让Link这个 本身它要支援某一种 描述参数 怎么传递 这个 它这个语言 那我们依据这个语言去撰写的东西 就这样了 叫做Link Script 好 好 那整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Link Script 写的东西就 还蛮多的 有没有看到 好几行 好 好 那这边哪里 哪里要去注意呢 注意到一件事 Link Script 里面呢 它就会去指派 就是它的这个 使用的时候 就会指派 指派到这个CRT 所以 所以你一开始 就是 这是Unis的风格 就是想办法 你看到足够多的资讯 资讯 去显示这个 然后 如果你 回想一下 我们刚才显示给大家看的东西呢 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叫Spec 好 然后这边东西叫什么 叫做Build-in-Spec 就跟你讲说 这些Link Script要怎么用 那不然说 也有预设的 什么 也有预设的那个Link Script 那所以 比方说像这边编译的时候呢 这边也知道 这边 也会有个 预设的那个Link Script 在这里面 好 那这预设的Link Script 就要考虑到 ABI的问题 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就是BuyOrder 它的参数怎么传递 然后 这个 Function的命名 然后 发展说 有没有底线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 很多学问的 好 好 然后 所以接着呢 接着 我们呢 才去干嘛 才去看 就是说 在这个 接着我们来看那个C One Time 还记得我们刚才不是有讲过一个底线 Start这个东西吗 对 那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也是什么 也是 C Library一部分 好 好 如果要念的话也要念那个 要念 finite 就是finery 好 那是一个init 一个finery 好 然后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 让我们可以去实作出什么 Constrater跟Distrater 所以注意到 我们所谓的Constrater 跟Distrater 怎么做出来 就是通过这个东西做出来的 好 然后 所以呢 在我们的StandMain 前后 一定有这两个东西的关联 所以你看到这个init 跟finery 这两个 那所以 这边 可以看到说 这边就做一个实验 这边 标一个Constrater跟Distrater 所以它 这两个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说 这边的symbol 这边的symbol呢 会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finery 好 这边 好 那你看到这边来讲的话 会有个fini 那当然 你找init也会有 我一定会要花点去找 好 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我们所谓的Constrater 就是在 year section里面 一个叫做init 一个叫finery 好 那所以就是 我们去描述 它的那个 开始 开始跟结束 好 好 讲那么多之后呢 我们终于可以来往前面一点 所以你会发现 这背后的学问 其实比想象中的 不在很多 好 然后呢我们这边举一个 比较单纯的东西 对 我们这边讲了一个东西 叫crt0 那么在实作的时候 我们找一个比较单纯的实作 主要这个东西是可以讲很久的 所以你会看到 这边东一块西一块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然后crt0 也可以叫做c0 所以呢 这个东西的用途是什么呢 这个用途是说 要去什么 要做初始化工作 在我们呼叫他的man 还是之前 所需要做的一个初始化工作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议程 就是我这个讲座 讲到这个 其中看 然后呢 这让我想到这个 30年前 就是 将近30年前 我小时候 学电脑的时候 这个 以前有一本书 我突然忘记他的书名叫什么 我今天一直想要找 但是我突然想不起来 但是就是说 30年前那本书呢 叫做 man之前的艺术 他就是讲什么 就是讲这句话 就是说这个crt0 怎么创造出来 然后这个man还是之前 要做什么事啊 然后呢 当时用这个 怎么去做实验 那本书当然已经绝版了 那我甚至连google 书信也都找不到那本书 如果你知道的话 请你告诉我 那30年前那本书呢 他就问经典什么的 他就告诉你说一个城市 一个像西元城市这样 他之前要做哪些准备 然后他就从那个执行堂的格式 然后跟两个link怎么做 那所以基本上我这个 这一次的讲座 就顺了我30年前 那是30年前的书 但是我真的读的时候 应该是20年前 读的那本书 然后那时候大获齐发 那可惜地方是 因为那时候买不起书 所以就不是没有买 那只有翻的 所以很可惜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不只西元 当然很多城市元都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在我们真正的城市的进入点之前 其实我们要做很多初始化 那我们称为这件东西叫什么 好 然后注意到这件事呢 这个东西 它涉及的一体就很复杂 我们刚才不是还记得 我们刚才有提到 contractor 跟distractor 对 这个东西是有关的 那如果说在x8664 它对应的写起来 大概就像这样 像这样 像这样一个seudo code 这个组合员地方不用看 我们直接看那个 我们直接看注解的地方 第一个呢 它的什么 它的steamble 是有名字的 叫底线start 所以注意到 ELF真正的进入点是什么 是这个start 然后呢 这个里面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让你要做配置空间 所以你回去回想一下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什么 提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是怎样 也是由C runtime 更明确来讲是C runtime 0 去把你配置的那个stack 所以注意到 这边呢 就设计到配置stack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你有ARG C的stack 有ARG V的stack 然后呢 然后这时候呢 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有跳进去呼叫什么 呼叫may 那当然你会好奇说 那后面这怎么办 注意到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这边列出来东西是一个简化版 没有考虑到Evignment的部分 在真正呢 你每天用的东西 比方说在那个Android手机上 它是有考虑到Evignment 所以它新状态呢 不达出来 注意到这只是个范围 你不需要把它的东西把它背下来 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简的东西 好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main执行完呢 不是会return吗 return之后呢 注意到这边不是有个传回值 我把传回值 然后带入什么 带入exit 所以它的exit code 跟exit的status 是从这边来的 好 所以注意到呢 这边的例子来讲 你大概可以解答一个疑惑 解答什么疑惑呢 我们一开始抛出来的问题 对不对 抛出来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 奇人既然从这边拿 知道哪里去获得这个ARGB的内容 注意到 我们大家就看得出来 其实这边来讲话 我一开始要去配置 配置足够的stack空间 然后呢 把ARGB ARGB 这些东西这样把它放好 然后呢 再来是 这个 为什么系统会照这个结果呢 是让我这样 我涉及到一个什么 一个 系统不叫 这个系统不叫 exit 而且我把main韩式的回传值 它是放到rx这个 rx的暂存器里面 我把它这样 我把它这个 我把它传递到哪 把它传递到这个 exit里面 好 然后呢 接着呢我们来继续看 这个底下呢 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这个有一个比较精简的实作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解释 一个东西叫newlib newlib newlib是什么东西呢 newlib 嗯 一般来说呢我们用的这个 用的这个 韩式库啊 比方说在 GNU GNU Linus GNU Stage Linus 来讲话呢 它是用那个GDWC 它是一个完整东西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 有时候会需要在一些 比较 支援受限的环境下 用另外一套 系统元标准韩式库 因为 呃 GDWC它主要是针对像 Linus 或是 或是足够复杂的一个 作业系统 比方说 G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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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它是另外一套的这个 作业系统 这个作业系统太经典了 这个这个作业系统呢 你可以想像说 一个 一个作业系统 这东西实在太经典了 一定要跟他 一定要跟他分享 这个真的是太奇葩了 其他作业系统 那GNU赫德是 GNU的 这个什么 GNU的这个 GNU计划的 主要的作业系统 然后 但是它发展的非常慢 它的观念很多 所以说你可以想像一个作业系统 发展30年 才开始支援音效装置 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Linus 1991年发展 什么时候就可以支援音效 它在隔年 大概隔了一年就可以 就可以支援音效了 然后 那 对 隔两年 隔两年可以支援音效 然后 Linus 1991年推出 1993年 就有X-Windows X-Windows System 就可以这样 运作在Linus上 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可以运作了 所以不到两年的时间 Linus 又可以支援图形 又可以支援声音 不到两年时间 可是 葛诺克德呢 他花了真的30年 所以这个 X-K7D上面 就有一个笑话 他说什么 他说 Linus 什么世纪呢 你看 进入21世纪之后 Linus就主导我们的发展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到现在为止 Linus 扮演非常重要的 影响力 那当然这个什么 什么X-Good之类的东西 影响很重要 然后 他说 最后发展很多 比方说Elon Musk 都跑出来 他就某个神奇的东西 人类可能 这个时候已经登陆 登陆火星了 诶 但是写到后面 你看看什么 葛诺克德 2060 你都会忘记这个 说明我都暴毙了 对不对 但是葛诺克德才 才开始编译 能不能可以用 就是在嘲笑这个 嘲笑这个 葛诺克德 所以这件事就是GWC 主要是支援 Linus 跟不太成才的 葛诺克德 那你说 不太成才的东西 为什么要支援 这当然简单 因为它是GNU计划 只要Linus Stormer还活着 GNU 就要活着 好 但是呢 在很多作业系统 很多环境来讲的话 他可能没办法 没办法跑这么复杂的作业系统 所以很多迁入式系统 没办法允许这种系统 这么复杂的东西 但是不代表说 就应该用组合员开发 这太苦了 所以呢 那个Signus Signus Support 那后来合并变成Rehead 就是 Rehead 后来就是 这家公司其实很有名 你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这家公司 它对 它是世界上第一家 以开放原始满意 自由软体为 为主要产品的那个公司 所以他们把 Gnu2O Chen 他们把这些自由软体 把它商业化 是非常伟大公司 后来这个公司被 Rehead 并购 那他们发展一个东西 叫New Lib New Lib 就是针对 迁入式系统 注意到 这边是针对迁入式系统 去开发一个 西元的韩式库 所以它的很多实作 都是很精简的 然后它的实作来讲的话 它可以 它可以抽换 像GDWC来讲 它最终呢 在我们这个 比方说在我们的 作业系统来讲的话 它就是放在 比方说 在我们的系统来讲的话 它就是像这样一个 一个档案 那这个东西 二进位的 但是在 New Lib 里面讲设计很有趣 就是说 因为在我们的 迁入式系统来讲的话 很可能它没有动态连结 它可能缺乏很多东西 所以 它可以允许你什么事情 它允许你去 把某一个部分的 那个元件 抽换掉 甚至把那个 New Lib 某些程式码 直接整合到你的专案里面 所以注意到 New Lib的这个授权条款 它是非常宽松的 GDWC的授权条款是什么 是LGPL 也就是说 你动态连结的时候 是 动态连结的时候 你使用到 GDWC 但是你没有去 从GDWC 衍生程式码出来 那你只是单纯 拎铁 这是OK的 你不用把这个 你不会受到GPL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 你去修改到 GDWC内容的时候 你的修改也要跟着 也要用 GPL风格的方式 把它释出来 但是New Lib 没有这样 它是非常松散 它是一个 BSD风格的方式 去释出的 所以这导致说 很多产品 比方说 Google以前有个东西 叫做 United Client 注意到这个专案已经死掉了 但是以前有这个专案 但是有很多商业的 应用 比方说PlayStage 这种东西 它其实有用到New Lib 它的设计就是 又小又单纯 又精简 这个东西很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东西 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去看它的 C1 times 0 注意到这个不是All 这是0 然后 这段词字蛮很好玩 这个是 这是抢者我同事 我们以前在OpenMoto的时代 我们有共识过 真的 这蛮有趣 你有兴趣可以采下这个人 这个 这个人 我才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是 他这个很很很很 就是很资深的人 他是 他是瑞士人 但是他长年在阿根廷 阿根廷 阿根廷生活 那他是Linus早期的这个贡献者 他不只贡献Linus 不然说像刚才可以看到说 像NewLinus 他做了非常多贡献 然后 而且他也在大学教书 他就是 你懂吗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就很多这种 很多很有趣的人 那他对这个 他也是有 参与一些 规格的开发 然后 那他曾经也是 OpenMoto的一个很重要的 重要的开发者 好 好 那强者我同事呢 他就是 在2000年的时候写的这段程式码 好 那这段程式码就是西双山Zero的 什么 我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是那个 呃 组合员的实作码 那强者我同事呢 他就做一个很酷的 他用西人去 去实作一个 西双山Zero的一个参考实作 好 那我们帮大家再要出他的 关键程式码出来 好 大概讲这样 就是 所以看啊 这边就有考虑到环境变数 注意到他是指标的指标 就是他的指标 他是EMVP 那他是用指标指标的形式存在 所以注意到啊 这边的写法就是什么 ARGC ARGV 以及EMVP 又来一个Vector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他的进入点 进入点就是那个 就是 就是 线Stats 好 好 然后 然后 这边有个ARG 就指定他那个 指定他那个数量 他是有传递参数的 好 然后 这边来讲话呢 因为我需要一个 空间 好 这个空间就是帮他这个 帮他Stake Frame 所以这边来讲话就是由 这个 参考师做 这边是有30欧元的参考师做 好 然后 那你看 这一行很好玩 这一行跟你讲什么事情 ARGV 跟EMV的关联 好 也就是ARGV 方括号什么 0 第一个元素 然后后面 你从内容猜出来后面是什么 是环境变数 对吧 有趣的地方 在这里 这个环境变数 这些东西怎么来 你看他的计算法 ARGV 加ARGC 加1 所以他其实是什么 就是把ARGV 往后推 所以注意到 刚才那一段程式码呢 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在这里 那当然 大家回去可以做一个小练习 什么练习啊 就是 有没有可能我不印出这一行 就是我去修改一下这个GDD的命令 这个 下的这个 数值 我如何跳过这个 直接印出AR 就是直接印出EMVP的内容 给大家回去做个练习 跟这个东西有关 好 好 那你看哦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中间呢 他把这个Stake处理好之后呢 好玩事要发成 好玩事就是 在这里 所以 我实际上是怎样呢 是 把ARGC ARGV 跟Evivement 把它带进去 好 然后它回传 其实当做什么 Ezits code 就是 当做这个 Ezits 系统呼叫的 输入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不会回传的 最终呢 作业系统会把 目前 不是目前 不是不是目前 把这个呼叫 这个Calling process的什么 这个 的那个 EzitsStatusCode 把它这样 把它存下来 所以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那个 Share里面 然后用那个 用这个 $ 问号 这样可以这样 可以把这个字取出来 所以你可以造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要了解 C Long Time 的话呢 其实你 层面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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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的 所以其实你要了解说 它的Stake 怎么去处理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去复习 你说不到C元里面的那个 是胡椒天 那你甚至也要了解说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你甚至还要了解说 它相关的那个 方言说 我的 BSS 这个是跟EF的事情 不是有关的 所以你需要翻阅一下 刚才这个 Compute Science from the button up 这样的一个描述 让你更清楚 就是它跟EF的特色 那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有很多地方已经做 这个版本是给Linus用的 所以Linus来讲的话 不需要那么 就是 整个Linus的地方来讲的话 这个BS 这边有一些Section 已经初始化了 所以有些 所以这部分层次码 可以写得比较精简 好 那底下呢 这篇呢 也很值得去看 等一下 它跟你讲什么呢 去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实验的很实际 好 注意看这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 OSDB的危机 那 OSDB 顾名实义是什么呢 它要去开发作业系统 所以去拿 这个讨论的重点是 来开发作业系统 然后 他就是说呢 他这篇在讨论什么 假设你已经开发出一个作业系统 比方说你的作业系统叫MyOS 然后接着下一个环节是什么 假设你的作业系统已经开发出来了 下一个环节是准备你自己的更多拖势券 你不需要从无到尾去开发兵器 不需要 你可以去修改GCC 然后 为什么需要修改GCC 到底简单 你要让系统程式可以在你自己的作业系统平台可以运作吧 好 所以这篇很有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其实刚好这样 刚好把前面讲的系统态 把它走过一次 所以它跟你讲说 一个系统态要考虑到什么事情 所以比方说 相对来讲 我就是什么 不叫这个man 然后之后呢 把man的回传值 代入进来到什么 到exit 那底下又跟你讲说 事实上你要考虑到那个constructor 所以要 所以不能只靠c long time zero 去解决问题 它要考虑到c long time begin dot all end c long time i c long time end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跟 跟那个GCC的一些设定有关 然后要不然说 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 这边其实就 就讲到蛮多细节的 所以请你一定 这不是有兴趣要看的 是一定要去看的 了解什么 了解说一个 一个环节 就是一个这样一个long time 要考虑到多少事情 好 那最终呢 帮大家快速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在探讨的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小快c long time c long time c long time在整个问题的排除 尤其说你要让你的c long time 在不同的这个环境 比方说desktop啦 手机啦 或者说千路式的环境下 都能够运作的话呢 c long time是不可少的 c long time c long time 要帮你解决问题 可是非常之多的 就是说我们在 这边有提到 比方说什么 比方说你要去做好这些stack的配置 不然说在这边来讲话呢 这边有跟你讲说要 像这些浮点数啦 执行序啦 动态连结 静态连结啦 所以这两解 过程中你要很清楚 很清楚 不是只是这种概念性的东西 这个是写起来不聊 但是关键地方是吧 关键地方是 你要知道说像 像这样的一个run time 道理的 包含说你的esection handling 还记得我们刚刚有提到 有这个 GCEH esection handling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 就是一个 独立的 一小段的一个程式 专门帮你做什么 esection handling 然后 甚至还要考虑到 验证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越来越复杂 所以西方态呢 你不能说 我又不开发突破券 我又不用去管 我又不懂 我可能一辈子都不想要开发这东西 一辈子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是没有那个耐心想去懂 对 你可能没有那个耐心 或者说你根本 你这辈子根本没有机会看到编辑 但这不代表你不想懂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很多次了 因为你要碰到系统就是非常复杂的系统 对吧 你作为工程的员 很大比例的工作是 去修改理念的系统 让他原本不会运作 让他会动 去指出哪里有问题 有可能是安全的问题 有可能是效率的问题 或是他就是不正确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这样 就会不正确 对不起 我也真实 你就是要把这东西搞懂 要把好多环节搞懂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在执行时期 对不对 我们搭配刚才有搭配什么 搭配GDB 那你去观察这个执行时期的新闻 注意到这个东西的写法 如果你没有懂的话 去想一下 这个东西很好玩 那在你所不知道的系统来讲的指标片 我们有一个类似的一些实验 那这里可以去观察出 就是说 环境变数的传递跟ARGB 那其实这样 它是很紧密的排列 然后 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善用 善用一些 比如说 在Linux底下 有这个Proc 虚拟打开系统 你去观察它的 Command Line 跟Evipment 甚至刚才我们提到 Bizibus的例子 你甚至可以善用这个机制 去做更多的操作 那过程中 那个GNUTO券 这个运作能 是你家去理解的 好 那我们就为大家探讨到这里 好 所以希望说 你更清楚理解的 这个 这个 其中的Library 它的重要性 这也是 迈向专业城市开发 不可避免 一定要了解这个环境 那就跟大家探讨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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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